CM1,2,3,4,5,6,7 大家聽到我們的聲音 即是我們現在正在開始直播了 各位好啊 歡迎來到我們娛樂油麻地 老規矩啊 各位還沒開始直播之前 叫些人進來先幫忙 麻煩你分享我們的影片 還要你自己要Like先幫忙 麻煩你 第一時間先給個Like我們先 快點叫多些人進來 對了,我們今天說的資料 大家都應該知道了 很期望了 我們之前已經宣傳了一天的了 那是比較爆一點的 今天的資料比較爆 以及比較獨家的 那我看看我們現在這個直播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如果有看到這個直播開始了 可以留言或是給個Like我們先 我們想看看大家在不在 給我們一點反應 我們開始了 我們正式兩分鐘後 踏正我們就差不多要開始說了 好,喂,Hello Hello 見到了,見到了 見到了,Koteki,Kora 看到,Kora 看到了 謝謝大家 很準時來到 準時,是的 麻煩各位朋友幫忙 分享到你們的社交平台 叫多些人進來看我們今天這個直播 是 我們今天這個直播有機會都是會頗長的 可能都要超過一小時有多的 隨時有機會 我的經驗可能都可能會有兩小時的直播 今天在說那些資料 那告訴我們先吧 聲音有沒有問題 首先聽我們的聲音 知不知識 入不入咪 我會嘗試今天大聲一點 因為我有時都怕爆咪 所以中途你聽到有什麼聲音問題 隨便告訴我們 我們準時會開始 簡單說一說 我見有小部分朋友進來 我們看到那個 Thumbnail 現在那個畫面 都會知道我們將會講的內容 有朋友問可不可以早點出通知 是不可以的 我們都不是很清楚為甚麼 我們怎樣 我們因為很多資料要準備 我們不是一個定時的節目 我們準備著資料就沒有時間通知人 坦白說 又不是一間公司 我們只有兩個人在這裡做 而且邵子豐是很懶的 大部分都是阿B一個人做 所以通知不到 那我又不貪 坦白說 我們又不貪你們看不看到直播 即是如果你們看不到直播 你們看回我們的重播 我們都是這麼開心的 所以不要緊 我們追求那個質量 是的 質量比較重要 是的 特別是開始了現在這個直播 我們近這幾天 關於陳金儀、潘彩虹、潘小文等等 其實裡面有很多法庭的資料 我們不可以 即是好像闖闖闖闖闖 有一點點東西來抽水 我們平時做其他娛樂事 又說得太少 我都明白的 有時我都聽到你們留言 我看到的 有些人說 不要阻礙阿B說 叫邵子豐 我知道的 我完全接受你們的說法 即是有時是尷尬的 有時太認真 有時是想說笑的 我都明白大家 在聽話又不想說笑的 檢討一下 但我們這個節目的化學作用 就是等你聽書聽到悶悶的時 然後就忽然有瓜Sir 喂!起床啊! 這樣的 說笑唱唱歌仔 你知道我們平時都是喜歡這樣做節目 但我們本身定了這個風格 就沒有想過會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突然間我們要收拾 像我們平時的跳皮 那些都要給我們一點時間 沒有啊! 喂! 你會比較近一點嗎? 是呀! 比較近一點 大家好 先看見一下 喂! 未做好一些分享 我只顧著跟大家說 我整晚沒睡覺 所以我的樣子很腫 真的 這幾天真是辛苦阿B 我這幾天都睡得很好 但老實說我真的獲益良多 很多東西學會 很多東西看到 而這些東西 原來是我一個沒有學過任何法律背景的人 都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今天很想可以和大家一起去 好像查案一樣 稍後會有些互動的時間 有些連結拿出來一起看 我看到阿B越做越興奮 那個興奮 就是那種喜悅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好像那種如如得水那種 哇!終於有機會發揮我自己了 因為你從小到大都沒有做過這些事 沒有那麼大規模 對 突然間好像又被偉爾重任 又好像很多雙眼看著自己 我也想做好一點 對,那就是又有比較 翁小姐又貨給三家 又給幾家做 謝謝 是嗎?那就是每樣東西 就變得壓力好像大了一點 但是 搞到我都不夠 搞到我都不夠膽說太多事 為這件事好了 我們 大家都是希望可以 一些資訊性再豐富一點 還有各位都是在追求真相 所以我們就用多些時間去準備資料 務求令到你們可以更加多資訊 是收到和準確的 那就是我現在的目標和責任了 喂!1.03分了 沒辦法的 未夠多人進來 今天說的東西比較重要 看看現在先 現在只有三百多人在這裡 我們先說一下會務 好嗎? 說一下關於我們自己的台那些東西 好了,近這幾天 有一種高興的感覺 為什麼呢? 出到街,我去街市 街市? 我去街市 昨天我去街市 是 有個菲律賓工人 有個叔叔就見到我 就說 你今天不用做直播嗎? 我說不用了,明天做 我就走了 好像最近都 新步光游也是 逛逛街很多人不懂得打招呼 我們好像 下區的嗎? 對 好像有些人看我們節目 好像有些成績 是 那 不要說阿B的台 阿B的台就一向 那個訂閱數很高 一百八十幾K 多謝你們又來我那裡 就算有時有些是 就是重溫的 你們都這麼給面 多謝你們 在過去一個星期 阿B那裡也多了 差不多一千人 差不多一千個訂閱 多謝你 阿B重出江湖之後 即是 出資 有些人認同他 我這邊也多了 幾千 好幾千訂閱 多謝你們 是 那麼 我們希望做到一些 我們的節目可以越來越高質素的 希望 我們最近在做這些認真一點的事 所以就少一點說笑 多一點認真 多一點認真 那麼 介意我們少說笑的朋友 你就不要介意 那麼 如果介意我們要在認真的時候 不要說那麼多事 我又說了少 你們又不要介意 你忍不住 有時那些事很好笑的 你叫潘暢紅 潘暢紅那些不好笑 很好笑的 唉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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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證據 說證據 不要只是說笑甚麼就笑甚麼 笑是很主觀的 是嗎 證據是很客觀的 是嗎 雖然人是血肉之軀 例如你說我有沒有一個立場 我總有一些 但是我嘗試 很難沒有的 坦白說 多方面去聽 因為你一直 阿B 即是如果我嘗試過 我想像一下 如果我站在阿B的位置 我都會有立場 因為為甚麼 你看那些 你看那麼多證據 你看了那些法庭資料 那些賓款 看了甚麼 你很明顯看到 誰在那裡說謊 大家已經知道 誰是大魔頭 這件事太清晰了 這件事 知道嗎 好像很多人都不太認同 我就不明白 其實我就不太明白 即是為甚麼 為甚麼 他們那個直播 昨晚我也有看 各有粉絲的 不要這樣 喂 很奇怪的 他們那些人 即是好像 即是不知為甚麼 我有沒有看那個 周柱 周柱徐三害 有看裡面那些 邪教那些 他就好像那些教主 不知道下面那些 有一堆信眾 就是這樣 信奉 我都很想做這些教主 很羨慕 你也很多 很羨慕 我沒有 我哪有 大家都各有 我每個人都罵我的 我經常在網上那些 都是我的 但我很想說 今天我們會看那些內容 我們又看這張圖 首先我昨天很開心 其實是聯絡到陳金儀的 我跟他有WeChat聯絡 太聰明了 那我就打給他的 哇 所以我做了一些電話訪問的錄音 還有錄影 所以一會兒我們會看看 但是我不是偏頗他 我不是說我相信他 大家請聽陳金的 鬼王我們不要找我 鬼王 有需要才找 鬼王就是水哥找 沒錯 金儀就是我們找 然後我們會看很多法庭騰本 你都會看到那個標題 寫著法庭騰本 但是我會逐點去比對 你不是對了一樣東西上來 我就要照單傳收 那怎樣才可信呢 就是如果各方A這個人 B這份證供 C這個助證 其實都是有吻合之處 才是有可信程度高 那我們今天其實是要做這件事 那第三件事 其實今天我們會有一點小文 和潘卓鴻之間的一些事情跟進 但是昨天在我和潘卓鴻去聯絡 我很想問一下他 其實有沒有什麼 就是其實你手上有什麼資料 我怎樣可以處理 整理這件事的時候 他都遺忘了 其實他和潘卓鴻 他自己也 因為拿著這麼多資料 有時候都忘記了 大家對話說過那些什麼 都不是記得很清晰 而且已經是幾年了 這件事是由二零年的年尾 是到什麼時候 看看你們的留言 什麼大佬B 你直播剪輯的 劇集中夾了潘卓鴻 兩個多小時的直播 我差點不小心順手 我不小心踢了 因為這幾天我真的看得太多 潘卓鴻 還有其他同事在這裡 有沒有很多對話 而這個WhatsApp Group那些事 一直都未公開過 因為潘小文自己也應該忘記了 沒錯 所以又有一些新的資料 又未叫獨家 因為遲些人都會出的 但是這個資料應該就未有人提過 昨晚我是應該大約十一二 十一點左右才有這些事 新到昨晚半夜才有的 然後不斷看 不斷找資料 不斷找 才能聘合到 我們是大約凌晨一點多才能破案 那破了案之後 破到案 咦 今天大家有沒有留意一下B哥 今天好像鬆毛鬆逆的 等等B哥 是 B哥你今天這件片你浪費了 你本身是 你脫上一件外套 你是女神來的 你今天這個造型 你先給大家聽聽 話說B哥今天就要準備去做姐妹是嗎 其實我今天是不打算做直播 不打算招呼大家的 馬上高級做 哇 有沒有多些人進來 有沒有多些人進來 哇 露了我的肩膀 立刻 喂人數 好像立刻有東西爆爆爆爆 立刻飆上去 好了我們過了一分鐘左右開始了 那 翁小姐進來了 翁小姐進來了 等翁小姐進來了 來了 那真的等齊人了 等不等發叔 不用等了 我不知道在哪裏找他 好 好了那我們正式開始了 各位好歡迎大家來到 娛樂油麻地 有我邵子豐 有我大老B 好了 少少上回提要了 少少上回提要 大家知道最近鬧到熱烘烘的動魂法師 食肉法師事件 這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新增了很多不同的人物登場 包括了陳金儀 有指控動魂法師食肉的 她弟弟的鬼王 然後又有工程界的潘翠雄 還有潘翠雄不還錢的債著 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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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 多謝 上次我們都整合了很多資料 但是就關於佛像的事情 然後陳廷華基金會 我們有說了一點點 是的 那今天本身 我們願意昨天 談要不要做直播的時候 我們是想看看 小文這邊有沒有跟進的 是的 本身是這樣 其實都是 看看有沒有一些新料拿出來 大家都在吃吃花生 那我們就循例跟進一下 然後上回提要也說到 上一集 小文本來不是說來找我們 後來就沒有來 他太忙了 那天我們就沒有談到 是的 是的 所以不要緊 但是我們保持著 有WhatsApp這樣去聯絡 是的 我們WhatsApp是給我 最主要的 小文就是幫忙 拿回他有的資料 因為他一個人都很難整合 那麼他如果拿些資料出來 我們多幾對眼幫忙看看 那麼速度又會快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幾天現在是分秒必真 是不是 這裡又在告那個 那邊又在告那邊 這樣連七八糟 對不對 這件事每一天都有新的跟進 是的 所以現在我們有兩邊的說法 第一邊就是潘卓鴻先生 是指控小文的 是的 潘卓鴻先生說謊 第二個就是潘小文說謊 是的 第三個就是站在中間 都不知道誰說真 誰說假 最好他們就是冰釋前嫌 例如潘卓鴻先生和翁女俠 兩個我都這麼敬重 兩個冰釋前嫌就好了 所以現在基本上主要是這三個派別 不過我們逐樣來 我們首先處理了這個欠辛這件事 是 欠辛這件事我們怎麼去釐清呢 那我們就其實有新聞 不如去代新聞先 說什麼欠辛呢 說著 我們一直在坊間一直在說 這個潘卓鴻和潘小文的對壘 是什麼一回事呢 一直都在說 潘小文曾經打了潘卓鴻工 但是呢 就不僅收不到薪 不僅收不到薪 還借過錢給老闆 那最後呢 都沒有這些這樣的 收不到這些錢 最後呢 大家就對駁公筒 就上了去法庭那裡 那最後法庭呢 是已經判了潘卓鴻先生輸的了 是 並且他去到現在呢 他還是未還款的 是 那這個就是跟著 聽說潘卓鴻先生是想去上訴的 是 然後整件事就卡住 在他上訴提供資料那裡 沒錯 那現在就是放了一宗案 就是這樣了 整件事 那我們首先讀一讀這篇新聞 我們起碼釐清這個 哪個勝訴敗訴 以及其實哪個要去負責任 給貼身先 沒錯 讀新聞來說呢 大家記得要多點收看 我們《幼麻地讀新聞》 這是另外一個節目 因為我每天讀新聞讀得很辛苦 既然是這樣 現在我又跟大家讀一下新聞了 好 曾經踢爆沙中線 偷工減料落選的2021年立法會 港島區直選的建築工程師 潘卓鴻的公司 好 稍等 我想說一說這一句說話 建築工程師呢 是沒有這件事的 這個世界 要是建築師 要是建築師 要是工程師 我記得呢 正在說這個建築工程師 這個字款呢 在庭上面 潘小文已經質疑過 潘卓鴻 他什麼是建築工程師 他有沒有相關的資格 潘卓鴻 大家看看那些 法庭的文本 看看那些 藤本 還有 昨天小文的直播也有說 有說到 他既不是工程師 又不是建築師 這個世界就沒有建築工程師 那在庭上面呢 官已經問了潘卓鴻 潘卓鴻 已經承認了 他沒有相關資格的 各位 所以你說他是工程界呢 我最多就當他是一個 資深的判頭 他是接工程的 OK 如果裝修佬那些 就是判裝修那些 工程就是判工程那些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這個建築工程師 是並沒有這個相關的 專業名詞的 好 明白了吧 是 讀第一句也這麼難讀 怎麼辦呢 好了 那再讀過了 洛選這個 曾經 曾經 踢爆這個沙中線 偷工減料 洛選2021年的立法會 港島直選的 建築工程師 潘卓鴻的公司 涉嫌 潘卓鴻 潘卓鴻 太多人姓潘了 不好意思 潘卓鴻的公司 涉嫌 拖欠這個助手 潘其智的薪金 案件 經過這個審理之後 29天就在盧資審裁處有裁決 那 站委 站委審裁官 吳梓玲 裁定 申訴人 是聖訴的 申訴人 即潘小文 即潘其智 潘卓鴻的公司 需要向申索人支付 預十萬元的欠薪 以及代資集費等等的款項 並需要繳付3300元 這裡之前小文也說過 這個資料是寫錯的 應該是33000元的訴訟費 少了一個零 少了一個零 報紙的差錯 潘雀鴻在庭外清會上訴 又批評官水平很低 叫他還錢的就是水平低 就是搭雞鵬 沒錯就是搭雞鵬 新索人潘其智 被告人樂橋生物化學有限公司 今天由公司董事潘卓雄代表出席 裁判官表示 新索人和被告公司雙方大量的事實作出了爭議 經過仔細考慮之後 裁定潘卓雄和另一名公司的員工 是非誠實可靠的證人 另一名的公司員工 非誠實可靠的證人 這一部分 請大家記住 這一部分請你記住 一會兒我們會將法庭上面 這一位所謂的非誠實可靠的證人 即是公司的另一名員工 他在法庭上講的口供 我們會將他叫出來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為什麼官員會覺得 他和潘卓雄兩個都不是一個誠實可靠的證人 反觀 申索人的證詞 平靜自發 回答坦率 可作供可信 裁判官分析 被告公司指控申索人 經常缺勤 不可信 因為通訊的軟件對話中 從來都沒有看到潘卓雄投訴 申索人即是潘小民缺勤 反而提及到借錢的事在對話中 潘卓雄表示 想過賣你私人筆錢及出糧 申索人要求準時還錢 潘卓雄回覆一定準時 裁判官批評 面對如此簡單直接的對話 潘卓雄仍然狡辯 不是沒有出糧 我用人間一點的說話跟大家說 就是說 各官認為 他們在對話的群組 例如你當是WhatsApp群組 裡面 從來沒有見過 好像潘卓雄所說 就說潘小民經常缺勤不上班 因為如果他是不上班的 你會指責他的 會說他你又不上班了 會問他你今天去了哪裡 為什麼不見你 沒有這些事 反而在工作群組裡面 只是看到潘卓雄說起 喂 想過賣你私人筆錢來出糧 是不是 還有看到潘小民叫他還錢 就是要求他準時還錢 潘卓雄回覆就是 一定準時 就並沒有說過任何 潘小民是不上班 缺勤的所有東西 所以這個官由此來看潘卓雄說這一堆東西是謊 是假的 繼續讀下去 另外 潘卓雄在審訊中強調 公司每日有足夠的現金 有提款紀錄 但是拒絕提供單據 裁判官認為該公司的資金狀況是十分混亂 但仍然想描繪財政穩健的畫面 因此向法庭給予不可信的解釋 法庭不接納被告公司所說的說法 這裡的說法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潘卓雄是強調自己的公司 每天都有足夠的現金 我有足夠的現金 我有提款紀錄 我的公司是很穩健的 但是任何證據都提供不了 這個是跟潘卓雄本身的性格是很相似的 跟他的Live都很相似的 跟他的Live都很相似的 全部東西都是口說 但是他提供不了證據 例如 但是聲音很大 但是聲音很大 好像我這麼大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證據 例如他從來都答不了 例如他從來都提供不了證據 人人都去他的直播那裡去問他 喂你還了錢給潘小文沒有 他說我是不會給錢他的 我怎麼都不會給錢他的 那麼他有他的理據 法庭判了你要給錢 你都可以這麼大聲說不會給錢他的 那麼你真的一定很有理據才行 讀完最後一段了 潘卓雄子 申索人是自由工作者 裁判官同樣不接納 因為通訊軟件 對話的顯示 申索人曾經向這個被告人請假的 也都協助過處理搬公司 找租舖的事 裁判官認為這些對話顯示 申索人不像是自由工作者 而且兩人的關係一直是很密切的 直到去年七月潘卓雄認為申索人在外面 誹謗他欠債 兩個人才終止工作關係 最終裁定潘卓雄需要向申索人支付欠薪等的費用 好這裡講解一下 好這裡 什麼叫做 就算 就算潘卓雄 一直在江湖上 他都是一個自由工作者的身份 去接不同的協助工作 但是在這件事上面 官就認為 其實潘卓雄去幫潘卓雄做事 不是一個自由工作者身份 是全面的 是一個全面的 那麼這裡就是官再重申 從頭到尾就是說 官是根本不接納潘卓雄的所有說法 覺得他是一個不誠實的證人 好 我們花了些時間看了這個 關於欠薪的新聞 我想在正式開始之前 是想說一說 釐清一下我們和潘小文的關係 因為坊間實在太多人 以為我們是好朋友 要偏幫他 這個也不用坊間了 潘卓雄多次這樣 在他的直播裡面去表達 說我們 說我或者說我們 和潘小文是朋友 我再說一次 我來釐清和潘小文的關係 潘小文是我的同行 認識了多少年 我已經不記得了 我曾經和他聊過兩次 我記得的聊天 一次是在柴灣的工業城 二旗的外面撞到 那個有超過十年了 我覺得 在那裡我們在街上聊了十五分鐘 最主要是說些流浪貓狗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又有一次大概是在兩年前左右 我們吃了一個下午茶 聊了大概四十五分鐘 那這兩次呢 如果你問我 有印象中記得我見潘小文 大概就是這兩次了 其他全部的溝通都是WhatsApp 所以呢 對我來說 談不上是一個朋友 阿B呢? 我應該是大約兩天前 才第一次有潘小文的WhatsApp 聯絡電話 事前我是完全沒見過他 不認識他 沒說過任何一句話 網上互相Like 都沒有的 那我唯一認識他 就是以前D100 潘小文這個名字 我已經聽過了 第二就是大樓的記招 那我是柳柳粉 所以我就很羨慕 這個叫小文姐的人 所以我們就在這裏 嚴正聲明 去講出我們和潘小文的關係 不希望某一些 講話不盡不實的人 每一天在催花這件事 每一天在講花 我們就說 我們和小文是朋友 幫他講話 不是 如果我在這個過程 我已經回答過很多網上的朋友 有些人說 潘小文也不是好人 潘小文也信不過 好了 我現在正式回答大家 無論潘小文是不是朋友也好 是不是好人也好 現在這一刻 在這件事上面 我單看這件事 我看到所有的證據 我看到所有的表面證供 我大概有一個判斷 知道誰是好人 誰是壞人 至於你說潘小文本身 是不是一個好人 我不知道 但是 將來假如你說 他爆了一件事 他強姦人也好 我同樣都是會指責他 但是你同樣都是要還錢 但是 如果潘小文你是有欠潘小文錢的 法庭判了你要找這條數的 麻煩你 你做一個 你口中 你一路去表達出來 你去一路捍衛出來的形象 這個正直的形象 麻煩你欠人錢 你還給他 嗯 不要這麼多 好 還有呢 那今天呢 我要去看的 同樣地 潘卓雄先生 和我們也是沒有仇怨的 那所以我是想在這裡 重新我們的立場 就是沒有說是因為我們 和誰比較友善 誰是有仇的 而去做以下的一些內容的 那我們純粹呢 真的有一些 在網上你都很容易找到的資料 可能是甚至 今天大部份的資料 都可以在潘卓雄先生的Facebook 全部卡出來的 那所以大家呢 就可以在這裡 由潘卓雄先生所提供的資料 可以是顯示到些什麼資訊呢 今天我們會逐點看一看的 好了 如果 如果平時有看潘卓雄先生的直播 的朋友 我知道很多的 他有很多粉絲 我知道 嗯 從現在開始 我們展示所有我們手上有的證據 請你們客觀去看一看 客觀去想一想 你最熟 你們最熟 潘卓雄了 你們經常看他的直播 夜天看他的直播 你最熟的了 你看一下我們手上的證據 今天 有沒有東西能夠說服到你 嗯 還有我知道是很難的 我準備開始了 很難的 講完這一句 持平 我們盡量 今天我會有陳金儀的資料 會的說法 有潘小文所提供的東西的說法 很大部分都是潘卓雄先生的資料 在他臉書上可以看到的東西 可能有時候我們會見到 有些人 有些外省口音 有些福建口音 我們馬上看下去 不喜歡他 覺得他不可信 有些人 我們覺得 究竟他是一個男士裝扮 還是女士裝扮 我們馬上會有疑問 又或者我們會見到 有些人 說話很大聲 直接說 例如潘小文 潘小文是一個女性 他是一個女同性戀者 但是他會剪頭髮 剪短頭髮 是的 甚至他結婚了 好 那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 很多人用這些位置來攻擊 嗯 又或者 有些人 沒有話說 有些很沒有智慧 沒有文化的人 他沒有話說 例如攻擊翁小姐 又攻擊很多年的新聞 OK 喂 拜託 你自己也會說 你自己也會說 法師吃肉 未必等於法師叫雞 嗯 法師就算有吃肉 有叫雞 都未必等於法師有遺標 嗯 法師可以有吃肉 沒有叫雞 有遺標 是 法師可以有吃肉 有叫雞 有遺標 嗯 但是法師一定有吃肉 所以我們今天只是想要真相 是的 立刻看了 潘卓雄先生 這個是三日前的Facebook post 即是在二四年三月十四日的一個 讀一讀給大家聽一下 好 這個潘卓雄先生的Facebook一個 post 誰教雞棚女的業種 佛教雞棚女的業種 知誰偷了李嘉誠池山寺的看白玉佛 好了 偷走李嘉誠池山寺看白玉佛的匪徒現營了 香港警方是否需要主動拘捕這些 就是導致及詐騙匪徒 交給你 潘其智就說了 即是潘小文 KC就說了 企圖安排公司車在晚上運走 公司發現阻止 不認不認還需認 認找了公德主 繳付運費自己安排偷了 這一個就是潘卓雄意指 潘小文就是企圖 安排公司車在晚上 偷運走這個白玉佛 並且找了公德主 繳付運費自己安排偷的 潘長雄再指控陳金儀 也找了公德主繳付運費十幾二十萬 做業安排了 兩個居士都異口同聲指 是動魂法師的指示 以後潘居士和陳居士 就無需要再裝作不認識 你們兩個在同一個晚上 分別收了公德主運費 將屬於李嘉誠池山寺的看白玉佛 一起偷走到荃灣佛堂 與此同時 其實大約差不多的時間 動魂法師要求在 與我們公司的管理合約上 加入條款第六條 阻止隔絕這兩位居士 不斷纏繞著他 翁靜靜其實再幫手搭雞排 好 下面他有 attached圖片 這堆要讀嗎 這堆要讀 好 Hashtag居士供應法師食慾 Hashtag 錄影要脅掘錢 Hashtag屈法師叫計 Hashtag 居士偷李嘉誠抗白玉佛 Hashtag 這個佛教雞排實在精彩 哦 你說骨灰音你自己說的 好 一會兒還有另一個貼文 這裡他分別說了幾件事 我們今天正正會說有當中三點 第一就是偷白玉佛的事件 我會看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他說骨灰音 第三樣東西就是抬價的問題 他這裡全部都是說不關自己的事 這三件事都是分別可能潘小文和陳金儀有份 大家記住了第一樣東西是白玉佛 第二樣東西是骨灰音 第三樣東西是抬價 即是呢 將價錢抬高 抬高 抬高 記住這三點 我們看一看這個貼文下面這些貼文的照片是什麼 大家看著 講這個貼文下面的貼文 這個貼文是 記住 這個是潘卓雄自己放上自己Facebook的貼文 仍然搜尋到的 這個貼文還在 這個貼文還在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上去潘卓雄和Jason Jason Poon的Facebook 找回這個相關貼文 他裡面提供了一些助證 我們就嘗試一下 拿潘卓雄和Jason 這個Facebook貼文裡面 他自己提供的資料 我們就把它放大來看看 逐張逐張看清楚 他在放什麼出來 好 這裡有幾張圖 大家會看到有些白色底 黑色字 密密麻麻的字 一份一份好像文件 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到底 我開一份來看 這些其實就是 法庭藤本 也是我 就是那個 大家看到嗎 法庭藤本 好 法庭藤本是什麼 其實就是transcript的意思 就是用文字方式 去記錄在法庭裡面的審訊紀錄 就是在整個審訊裡面 其實是會有人去記錄這些字 他會用錄音機的方法 然後 並且用文字的方式 再變成一份份的文件 那麼這些呢 全黨其實有什麼用途呢 在香港 只有案件裡面 控辨雙方 在法官的批准之下 控辨雙方 如果在這宗案裡 就是潘長紅 還有潘小民 他們分別就是控辨雙方 沒錯 那麼兩方呢 他們在法官批准之下 是可以拿回 索取這些法庭藤本的 只有他兩家才能拿到的 我拿不到的 那麼正常呢 勝數的那個就不會跑來拿的 我都贏了 我需要拿嗎 多數是輸的那個拿的 那麼這一宗案大家知道 潘長紅輸的嘛 新聞有說的 不是我們說的 有證據他輸的 那麼所以潘長紅手上 有這些藤本的正常 他就放了上網給大家看 我們就放大他 和大家一起看 沒錯了 為什麼會輸的那一方 敗訴的那一方 需要拿這些法庭藤本呢 因為這個藤本呢 其實是拿來上訴的 那麼這些藤本 其實申請回來 不是免費的 是續業止計算的 所以他拿得在手 其實意思也都 對啦 他就是想上訴 沒錯 那麼在一般刑事訴訟裡面 當初在通常初審之後 敗訴那方就會向原審的法官 申請這些法庭藤本的了 那麼就拿來支持他上訴 作為一個證據的用途 那麼多數你拿來上訴嘛 所以原審法官都會批的 那麼這裡呢 我剛才說的 第一件事 我會說白玉佛這件事件 所以我就看到這個法庭藤本呢 咦?有提到白玉佛這個情節在裡面 那麼這裡右手邊 其實潘先生也很好 剛才說了這些藤本呢 只有他可以有在手 沒錯 但是他放在網上 太慷慨了 那麼我們就大飽眼福了 我們可以慢慢看 慢慢讀一下 好 那我是潘卓雄 你是潘其智 好啊 我先讀一下 好 好 問的是潘卓雄 他還在出車 記不記得為什麼 不記得 是因為你一定要在一些晚上的時候去大埔池山寺車佛像走? 沒有印象 而我覺得疑惑 沒有印象 因為這樣 其實我還告訴你 我其實叫了阿里斯去搜尋全灣收貨地址的擁有人 蛤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自己的小心 其實在之前 我講過給你聽的 每一次去池山寺開會 講那個設計 其實我都留意到有人看著我們的 有些女士 有些男士 總之就是我們跟大和尚開會 成班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在附近的 他們根本就不是服務員 他根本就是長江集團的一些人 是根本已經懷疑有古靈精怪的事情發生 這個是我給我告訴你 我當時的印象 看到的問題 所以池山寺 或者鹿湖精舍 其實我很小心的 怎麼看 這個時候 那個官員受不了 潘先生 這一部分 和我們正在爭議的項目 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大家留意這個審訊 是說他們彼此之間 有沒有欠伸這個訴訟 沒錯 這個時候被告的公司的代表 就是潘卓雄的代表 他就說了 那個關係 就在於 我想證明他 他根本當時知道自己 根本不是公司 員工來的 他根本是一個純粹 是一個 他只是好像 介紹生意 那樣介紹 我想再指出 其實最終搬這個佛像 是他自己叫車 他親身去搬的 我沒有做過 答沒有做過的人 是潘小文 他回答他沒有做過 OK 繼續潘卓雄問他 為什麼你說沒有做過呢 是因為你 當時你就是偷了慈山寺的佛像 潘小文回答 你真的不要亂說 潘先生 你當時是偷了慈山寺的佛像 潘小文回答 不是事實來的 我又想問 如果你說千多元的果纜 你都追公司 說公司沒有給你 Patic cash 為什麼當日你走去慈山寺 租了車 找人去搬兩個佛像 還要很重的 去荃灣的征舍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給公司的錢呢 這個明顯是公司的生意來的 當時報價都是公司出的 潘小文回答 我想或者有些事情你真的誤會了 這件事不牽涉盜竊的 因為大和尚 大和尚的意思是動弘法師 是 那個是人家送給大和尚的一個佛像 因為當時大和尚準備 要不再擔任慈山寺的住持 他是需要將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的 所以他是沒有 我想說出家人是不會有自己的錢的 而這個佛像搬運和運送的錢 大和尚是負擔 就是說他告訴我們 他們不能負擔 所以他是找一些功德主 去幫他請這個佛像 去他的精舍 新的精舍 就不是你說的那隻偷野 我想說你現在說這句話 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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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突然叫 新索人 然後潘長雄說 就是你否定偷野 OK 官繼續說 你解答了就可以了 請你繼續 潘長雄繼續問 但是 你是知道這件搬運的事件 你甚至現在說得到內情 是不是 剛才你說不知道 好 其實他在這裡顯示 就是我問他那個 在庭上 去提出這個白玉佛的事件 是啊 然後就引導潘小文 說到一點點的情節 就是說找功德主幫他搬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頁 好 看看有沒有 好 這裡 抱歉 是同一頁 一頁裡面說了這件事 首先大家去看看 是他們在庭上面 一個對話的藤本 並沒有指出這件事是否真實的 只不過 真實的點就是他們在庭上面的對話 是這樣的 好了 他跟我說的那個保法是他的 所以我還找了一個公司 我們就不聽聲 因為這條片已經看得太多次了 是 就是其實陳金儀小姐也親口已經承認了 原來是你搬的 我做業啊 我做業啊 我這樣 大家應該都記得這條片 是 然後我們也是看到 在盧湖徵社裡面 法師是知情見到白玉佛 是 法師也都在搬運當天會友 是嗎 他在那裡出現 並且在旁邊拍片 是 然後也是在那條短片裡面 大家都聽到陳金儀的聲音 是 就是在種種我們看了這麼多天的這些資料裡面 是 都顯示到事實的實情 就是潘小民並不是在這個 一直都沒有在這些影片或者相片出現 包括了之前是不是有些慈山寺 有幾個釣雞在那裡釣車那些 全部那些相片 大大陣仗搬佛像的那一天 都不見到有潘小民的身影 是 那大家 當然你可以說 就說 這麼巧合拍不到他 是嗎 或者他在那裡的 拍不到他 但是我倒過來說 喂 如果 潘焯雄 你不斷說別人偷佛像 你不斷說別人在現場 不如你提供證據 不要緊 因為我也知道 好像上次我們的直播 其實也有很多人留言 就說到 不是 潘生是說法 潘小民有意圖想租潘生公司的車 然後去偷佛像 最後不成功 因為潘生不批 不想租一輛車 借一輛車給你用 所以他不在影片中 是正常的 但是他有這個意圖 有這個計劃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一些資料 可能是大家的意思 是嗎 可以安排 可以安排 是嗎 幕後操守 沒錯 就著這個車的問題 以及其實潘小民是否知情這個問題 我會分開兩部分的證據來說 我們首先看看 其實他有沒有這個偷佛像的嫌疑 或者他的態度在偷佛像方面 就是會不會顯示到呢 我們看看這兩張圖 這兩張圖是什麼來的呢 那就是潘卓鴻先生 我們一開始節目的時候說過 就說 小民也可能忘記了 有一個這樣的群組 就是這個奴征社的修緝 這樣結合這個群組裡面的對話 那這個群組裡面有什麼人的 包括是有潘卓鴻先生 然後也有潘小民 然後裡面有幾位同事 包括有一位就叫做潘傑鴻先生 這裡叫做Paul的潘先生 我不確定 他是不是跟潘卓鴻先生 是有任何親戚關係 不知道是否是兄弟 還未研究 因為還未需要去研究他 是的 跟他的參與也關係不太大 另外也會有一些設計的同事 還有一些男的同事 就是會在實地考察 在視訪的時候 都看到他出了很多力 你們看到 我們現在這些劇圖 是遮了 Jason 九字頭的這個電話 八字頭的這個電話 我們就遮了全部這個電話 這個電話 正正就是潘卓鴻的電話 當然我們有沒有遮遮電話的版本 有需要的時候要提供這些證據 我們隨時都可以提供到 那這些就是如果有需要 就要他們雙方去警察局那裡對質 即是立刻開出來就可以知道真偽 是的 那這張東西露出了什麼端藝 好 這個群組其實是他們的關於 六湖徵社修緝內群 大家都可以可能放大一點 看到他那個群組的標題 看到這裡了 六湖徵社修緝內群 那麼他那個用處就是拿來去討論關於六湖徵社的這個維修 修緝的工作群組 那麼我們就看看這裡了 其實這個時間就是21年的1月29日左右的時間 那麼那段事情是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正值疫情 那麼他們由於需要去跟法師 以及不同的單位去開會 那麼所以呢 因為疫情的關係他們不方便 整村人一起聚集在一個私人場所 那麼變成他們就需要用一個 好像Zoom那樣的形式去開會 而參與的人數不能太多 那麼當日我們看到綠色現在說話 在右手邊對話那個是潘小文來的 因為這些的對話內容傳媒是由潘小文提供給我的 沒錯 那麼這裡呢他就會有說到 原來潘小文是派出他去開會 那麼大家在左手邊這一張圖 就是我動一動這張圖 你看到這裡右上角有一張圖 寫著天色中國香港公司 那麼大家如果有印象有記性的朋友 上一集我們有講過了 我們已經查冊過了 天色中國這間公司就是屬於洞宏法師的 洞宏法師有他的公司註冊處 是有他的名字 他是董事來的 沒錯 那麼他其實當時是用購入公司的方式 來去買荃灣民教中心 這個物業回來的 所以外面就會繼續有天色公司的這個牌匾 而入面這個地方就是荃灣的六湖民教中心 那麼你看到呢 首先小文抵達了這個地方 就說上手樓下的 他是代表了各位同事上去的 沒錯 看看其實這個文教中心那裡 有些什麼的工具 那個情況 那個室內的環境是怎樣的 然後呢 並不是小文主動提出的 Jason 即是潘卓雄先生的這個對話裡面 就說佛像 超過兩個月裝修盲 那麼他提出佛像問好的時候 那麼就在這個時間 大家看到時間 本身是18點43分去到那個牌匾 天色中國那裡 然後佛像是稍後的時間 等到潘卓雄先生問他佛像 他才拍了這個佛像出來的 那麼佛像呢 右手邊這個圖 我跟大家講一講 你看到中間有一個三角形 好像有一個play的按鈕 為什麼會多了這個按鈕呢 因為小文發給我們 這個WhatsApp群組的所有對話 他是一個影片傳過來的 嗯 我們有了整個群組裡面的 對話的一條總影片 所以你會看到中間有個play 有個play按鈕在那裡 所以大家如果質疑他是 就是AI造假的 那麼我們 我們有需要 我們是有正確去支持的 我們有總影片的 對的 所以不怕 對的 那麼在這裡呢 我首先是想證明的 就是如果潘小文 是有搬佛像的意圖 或者嫌疑的話 其實他會不會自己走去拍出來 哎呀我啊我偷一下 你看一下我偷出來的佛像 是啊 如果他是偷佛像的人 他為什麼要拍佛像 告訴你他要偷呢 所以 這件事不是很合理的 所以 還有最早 其實他也不知道是不是佛像 其實是 Jason 知道是佛像 其實 去拍那個人 他也不知道是佛像 沒錯 沒錯 主動提出的都是 說真的 凹到這樣 可能就這樣罩眼看 我也不知道 是的 所以這個呢 反而是 留意一下 潘小紅先生提出 然後 他也有問 因為他看到有一塊灰色布 那他也問 艾斯 不是要用紅色的嗎 意思是 就是是不是要用紅色布 凹住佛像 會不會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好 估計 那我們首先在第一部分這裡 我就看到 就是 小文似乎 在各方面都不太知道這個佛像的事情 以及他沒有偷那個的 就是感覺 就是那個對話裡面 看不到他有偷的嫌疑 那大家都說到關於車子的問題 我們看一點點當天 搬佛像真實的影片 以及相片 這些是由陳金儀提供 是真正搬佛像那時候的情節 根據潘卓雄的直播 他自己口說的 那個佛像大概是兩噸重的 嗯 那要搬一塊兩噸重的佛像呢 其實就是不能夠用普通高高輪啊 那些貨輪啊 或者私家車啊 嗯 不是像我搬一張麻雀桌那樣搬的 那但是我5.5噸自己召喚又行不行啊 你自己召喚 你要有一幫人幫你上 吊雞啊 你要吊佛像 你要不撞爛他 可能他撞一撞就裂了 所以搬佛像這件事 大家都想像到 搬個琴也要錢 嗯 平時一個大的三角琴搬琴也要花錢 那麼更何況要搬一個佛像呢 這麼價值連城的佛像呢 好 那麼那個吊雞車要去到幾大架 才搬得到這些兩噸重的東西呢 到底你搬出紅公司是做什麼生意的 你做口罩啊 你做口罩 會不會有這些車的呢 沒錯啦 那我們儘管計算一計算吧 同時回覆兩個問題 因為第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去質疑 這些搬佛像這麼小 要不要用十幾萬 第二 潘小文說想借車借不到而已 那麼我們要首先 第一件事搞清潘卓雄先生 公司會否有一些這樣的車 這樣的裝備 可以提供給潘小文可以去搬佛像這個意圖 這個意圖是否成立呢 那麼我們計算一計算吧 首先有一架5.5噸或者做到16噸的車 我問過我老公 即是他不幸運了 我老公就是做這行的 所以我得到很多數據 大家也可以上網查一下資料 如果買一架新的這些5.5噸車 至到十幾噸車 那個新車的價錢大約是五十萬 那麼我當我買一些 二手 我問他最便宜最便宜二手 就二十多 都要二十萬 好了每個月要給停車場 三差 三千元 然後你那些現疏排費 保費一萬 其他計算幾千 這麼大架車 很好吃 有的 有錢也要幾千 最少 你有這樣的車 有這樣的用途 你現在要請司機 你不請司機 不如我逐次叫 這些大車司機 一個月兩萬多 基本 這樣加起來 那麼多的錢 我就問一下大家 大家又用一下自己的常理 如果你是一間口罩廠公司 你會不會每個月用這個洗費 來去整一架幾噸的車 來公司備用呢? 潘昌雄的說法在他直播 和多次都有說到的了 如果我是這個公司資源來的 其實是公司同事可以申請 然後去做一些工作上的用途 嗯 那你會不會做口罩 弄一個幾噸重的車 又弄一個司機在這裡 給你運口罩 嗯 那些客人給你訂 多貴 我直接說 潘昌雄說 潘昌雄向公司借車 你公司有什麼車 你拿出來 嗯 你拿出來告訴大家 潘昌雄想向公司借哪輛車 你公司有哪輛車 到底 你拍來看看 叫司機出來看看 你拿車的資料來看看 嗯 是不是 如果說錯了 你就向你道歉 你公司有什麼車 可以借給別人搬這個 兩燈重的罰像 嗯 你這個是什麼指控來的 不成立的 還有我們看看當天的情況 潘昌雄就說 潘昌雄想晚上的時候 偷偷的 但是我覺得 以他的搬運陣容 就很難偷偷的 大家有興趣 我就未問 你見面到這裡的人 有多少人在做這件事 人數 起碼三四個 起碼 偷偷的 這個真的是佛像 不是搬個人 如果我把洞昌大師到處搬 就不用這麼大陣場 第二 洞昌大師自己有腳要走 你拿一個沙爹雞在他前面 吊著他 那麼洞昌就會一直追著 追著有沙爹雞吃 他自己會走 就不用搬 好了 我們看看 你又要人 又有一輛電池車 又要開了一輛電池車 當然要電 電池車 對 然後又要吊雞 這個白玉佛這麼矜貴 有些人說看白玉姐 你也要包好它 下面整個木廊 入好它 然後吊雞直接上幾噸車 一路搬的時候 你拖花 我的雲石地 我的花園 一路又要一些木板去搬 這裏 都已經一二三 四五六 都不會數 那你自己想想 如果大家有興趣 你就去報價 我開工人的衣服給你看 大家自己打去報價 開大一點 開大一點 後面有電話號碼 讀他的電話出來 幫他做廣告 28650535 什麼名字 這家店叫Speed 什麼 Speedway 不是 reaction 再放大一點 好 盡了 還沒查 還沒查 這個廣道明給你聽 阿Bin還沒查 還沒打去 你有興趣的朋友幫忙查這件事 你就去打一下他 打一下他 你們是不是搬過那個慈山寺的佛像 那時候多少錢 是啊 你跟他說 我準備有第二間廟 第二間寺 那裏有佛像想搬 想問一下 叫價錢 當時是什麼小姐 我都不記得了 我的朋友什麼小姐介紹我 那你就坐一下他 看看有沒有人說 是哪一個來下這個命令 其實陳金儀都已經是覆了 這些什麼留言 兩個真是夠義氣 幫小民出頭 小民說話口疊疊 一個人說話口疊疊 和說是不是事實 是兩件事 口疊疊不等於不是說真的 最重要是聽清楚內容 還有剛才已經跟你說過了 不要再說我們什麼夠義氣 我們跟他不是朋友 說過很多次了 不用再說這些 口疊疊未必是假 反過來 大大聲也未必是真的 大大聲很流利的那些 就未必是真的 今天就跟你踢爆 誰大大聲說得很流利的那些 句句都是假的 好了 那我們在這個佛那裏 我們最後看陳金儀的說法 其實陳金儀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說了我們和小民的利害關係 和潘崇雄的利害關係 不懂的 我們都沒有仇 沒有怨 沒有收人的錢 既然是這樣 陳金儀也是一樣 其實他和小民 正常就應該是沒有什麼利害瓜葛的 反過來 有人說 所以我們剛才說 不要說買這些車 租車都可以 那 是啊 租車是可以 但是潘先生說小民和他借車 是他的公司車 那他公司有什麼車 我現在問潘卓雄 你公司有什麼車 是可以借給小民搬這個兩噸重的浴罰 麻煩你提供證據 沒錯 為什麼小民是會覺得和你借車 是會搬到這個兩噸重的浴罰 你告訴我 沒錯 不是在你天天 在對著直播 在亂說 那些事 沒有助證 我們看證據 好 最後在佛像這一部分 我們會聽到陳金儀小姐 對潘小民搬佛這件事 究竟他有沒有份 那這裡你可以聽聽他的說法 我不是說他適合 但是他可以 就是其中一個附載 有人說是偷公司車 我不知道 我記得他說是借公司車的 我問他借的 那你問一下潘小民有沒有大牌 你問他有沒有大牌 他叫誰來駕駛 他無緣無故叫哪裏 他拿了一輛車 那些工人又怎麼來 駕駛那輛車又要那個牌 那些吊雞車 晚上做不做得到整排人 怎麼偷偷的 還有那些照片是不是晚上 那些照片是什麼時候的 再看一次剛才那些照片 日乾日白不是晚上 看一些室外 這個晚上嗎 凌晨嗎 現在怎樣 就是我告訴你潘小洪說 就是說我現在直接說 潘小洪直播說的那些話 句句都亂說的 你明白嗎 就是說這個人是 這個人是習慣了亂說 然後就當真實這樣說出來 就拼你們不懂 其實全部都是代理你們的 沒錯 如果你每一件事都去認識 每一件事都去找他說的那些話 你就會發現他句句都是謊 就是這樣 那我們看陳金儀的影片之前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關於佛像部分 由潘昌雄先生 自己主動放自己的法庭藤本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再讀 有讀嗎 剛才讀過 給大家重溫 這個讀過 那在這裡我想說 我們剛才看到的 種種影片 相片 和分析 都足夠證明 其實潘先生 在法庭上面 是虛假陳述的 是啊 是假的 他已經被人說 其實已經等同於他的虛假陳述的 是啊 就是這樣 國官已經說了 他是不誠實的證人 恭喜恭喜 只不過他沒有被人告虛假陳述 真的 是啊 但是他日日中出來 我也替他很難為情 日日中出來 很危險 日日中出來 中出來 中出來 OK 日日中 是啊 那我們看陳金儀怎麼說 沒錯 我要問第二個問題 就是要說回那個 荃灣的白玉佛像 為什麼會由池山寺 去到荃灣 那本身那個佛像 是誰說要搬過去 什麼原因要搬走的 那時候 洞環師就已經 到期離開荃山寺了 嗯 他要搬屋 其他的我們都幫他搬了 這個白玉佛 我們真的沒有能力幫他搬 但是 這是他的意思 他說搬去荃灣那裡 那我們就找了一個功德主 幫他出資 就幫他搬去荃灣那裡 嗯 嗯嗯 嗯 那搬千費全部的功德主 自己安排啊 他自己是還工人來的 我們沒有參與 哦 所以其實是 洞環師提出要搬的 是他去安排 和指示 下order這件事 是嗎 是啊 當然啦 他大和尚 他說怎樣就怎樣 是不是你和小文提議搬的 還是只是洞環法師提議 是不是 這些 第一小文又沒有 小文是另外一個朋友圈來的 小文是 洞環師 是他另外 他不會 我們很少跟小文放在一起的 哦 兩個不同的移工團來的 明白明白 小文都沒有在 還有我們是 哪裏夠膽去搬人來的 當然是洞環師 嗯 嗯 嗯 所以其實陳小姐 你當日就是一個協助 因為你是他功德主 要幫他搬屋 所以既然他說要搬佛像 所以你就去協助 安排去搬運了 是啊 因為他說 那些搬得 那些不搬得 只有他知道 我們不會知道的 嗯 那小文呢 有沒有協助過 雖然他們搬那天 潘小文就不在 但是潘小文有沒有 就是 給一下意見 哎呀可以 用這些車 可以幫你叫 可以幫你找人去捐本 公吉主 去給你十幾萬 那小文有沒有去 提供很多意見給你 沒有啊 因為這些是 那個 我的朋友 他秘書全程自己去解決 還有我們都跟小文不熟 都沒有見他 明白 明白了 好 回來了 剛剛阿B的套裝 阿B的套裝 好像準備跳過山 起飛了 說回來這裡 可能遲了進來的朋友 不知道什麼事 因為我昨天 是跟陳金儀 是取得了一個聯繫的 那所以呢 我正得他同意 就用一個 好像錄影的方法 就好像東張西望 那樣 那我跟阿對家講電話 那我錄下這個情況 那大家就不會有質疑 是不是有什麼造假 或者是AI聲 那樣 因為有問有答的 那所以這裡我就用這個方式 來轉述金儀的錄音 那好了 那剛才這裡其實是 金儀的聲音 就很異形 是嗎 金儀的聲音 金儀的聲音應該異形 是應該異形的 好像東方的想中音 金儀的聲音很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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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王的聲音又異形 動魂的聲音又異形 然後呢 然後呢 小文的聲音都異形 你來來去去都是押這個 找不到 是呀 那我們先看看 剛才我只是在金儀這裡 都多了一個說法 然後去支持我們 剛才看的種種資訊 金儀這裡我想說一下 她那個關係 其實她和潘小文 事實上 你想想 你身處地想想 如果你是陳金儀的話 現在坊間有很多人 這麼多這些指控 有一個潘小文在 多一個人在 多一個人被人指控 我是陳金儀 我又不是跟他熟的 我幹嘛要抱他 無端端 你想想 我幹嘛要幫小文說話 作為一個鵬的角色 如果我就 我就姑且當這班人 全部都是鵬 我們大家去理性點去想想 是 你比較一下 兩個在這裡稱一下 陳金儀是一個什麼出身 背後有什麼背景 是啊 你算是假學歷也好 他是福建背景 他認識很多人 說身家 誰比較有錢 一個年十萬元 這個債都追來追去 都追不成 我精神很受損 都追到哭了 我三二都很受影響 被人欺負到心口 都不知道怎麼辦 一個大大個得月農莊 喜歡捐幾百萬 去荃灣那裡幫你做完裝修 做的工程 全部都是千萬千萬的 捐而已 捐都幾百萬 捐都幾百萬 所以你想一下 如果是一個棚 是一場戲 要去摟誰的話 為什麼會棄金儀 補小文 為什麼要陳金儀出來 去跟他做證 說跟潘小文無關 大家去想一下這件事 雖然可能大家對陳金儀 未必那麼信任 他一走出來 就覺得他肯定又在那裡 說了一些謊話 說了一些花話 顧左右兒言他 但是你想一下他那個立場 其實他完全是不需要幫小文 去說任何事情 去到這裏 大家都會問 不禁都會問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潘卓鴻 一定要把小文死 為什麼一定要做低小文呢 說了一些正經事 我就會說了 一會兒就說這些事情 說了正經事 為什麼惡不群 一定要殺死小文 大家想一下這個立場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剛才也有說到 為什麼會有 像池山寺 你大大個佛像搬走 池山寺 不出聲嗎 當然是法師去做一個主導 說要拿走佛像 那這裡我就看一下 其實這個就叫做 Water 可能大家在不同的直播 都留意到有個名叫Water 鬼王又說Water 又說池山寺 經常都說Water 那連陳金儀說Water 都令到水哥 以為是Water 誤會了是叫自己 其實就不是水哥 大家看一下 這個Water很帥 原來是 大家好 我是池山寺秘書長Water 對 池山寺秘書長Water 由李嘉誠的基金會 籌務興建的池山寺 他就是那個Water 沒錯 那這件事有什麼事呢 沒有 其實這不是一件事 我只不過是告訴他 大家一直說Water是誰 Water是誰 就是他 那麼 在鬼王和陳金儀的說法裡面 其實是Water就說 李先生慈悲 那麼這條片 大家都可以在 翁小姐的傳編會員片 會看到 好 明白 裡面的內容說 李先生慈悲 他不予以追究 所以現在的佛像 繼續在荃灣 這個在之前的 翁小姐的片 大家也聽過了 鬼王說的 是不是鬼王說的 鬼王說的 是的 然後陳金儀也說 是的 李先生慈悲 李先生慈悲 所以就 這個就是同一口徑 李先生慈悲 好了 看到這裡 現在我們2.9K人 2.9K人 看著我們直播 只有七八幾個讚 唉 我還打算講台價 我還拆穿台價這件事 那我講不講好 沒有人看不講了 現在我們準備講下去的 就是講關於台價事件 在這裡我們又再次作出呼籲了 各位朋友 到底你現在看我這個影片 你讚好我這個影片了嗎? 如果你連讚好也不給我 那你太過分了 我昨晚做到四點 四點鐘 六點紮醒繼續做 至少給個讚好 鼓勵一下 大家看到我們不是 不是 我是沒什麼做事 我承認 有人說我是花瓶 做了一個花瓶的角色 這個花瓶 所以我叫阿B 特意穿得花瓶一點 來掩飾我這個花瓶的角色 是不是 好 阿B很辛苦 這個讚好是給阿B 不是給我 我做完之後要收集 還要化妝 穿到台興 HAPPY BIRTHD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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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YOU HAPPY BIRTHDAY 哎呀 邵先生 看著邵先生出來 台興這些 好 那我們準備會講台價了 但我不是只要他們讚好 要什麼 課金人家 你嚇到別人課金 課金也是其次 課金也是其次 多謝你們課金 所有課金我們 不好意思 沒有時間讀 但我們是很感恩你們的支持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 課金也是其次 其實一個讚好 訂閱我們 好卑微 好卑微 真的 訂閱我們 我這兩…我只是… 其實我這兩件事比較重要 你課金我很感激 真的很感激 但是這兩件事要在前面先做 讚好 還有訂閱我們 為什麼 如果你們覺得阿B做得好 阿B做得好 除了大家訂閱我邵子豐 欣賞我找阿B來一起做的眼光之外 你們都要去阿B的頻道 大佬B那裡 去訂閱大佬B的頻道 來給他一個實質的鼓勵 我知道你們 大家一定可以為到我 不要為我 不要為我 為我也是錯的 我們都是我為人人的 大家可以為阿B這樣做 現在大家社會阿B不是我 我是在旁邊韜光的 我知道的 我是垃圾 我是廢物 我知道的 我明白的 我會令到阿B很開心的 我會為大家社會阿B的 我是垃圾 麻煩你們大家訂閱 謝謝你 救命 那我們來了 講台價了 因為剛才說 大家都是講來講去 收拾口水 最後捉住一句半句 講最大的筆錢 沒錯 我就跟你講最大的筆錢 由現在這一秒開始 我們現在開始講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我由這一秒開始 就是講錢 講錢 來 好 又來騰本 同樣地來自潘生的Facebook 他自己貼出來的 不知道現在潘生是否在看直播 如果有的話 就不要剪掉 讓大家下載一下 去佛教雞棚女的業種 來了 這一個的騰本 這次的內容 就是講到台價這件事 同樣地 同樣是來自 他們本身是潘彩虹和潘小文之間 一個欠身的訴訟裡面 其實這些所謂的台價 本身這個情節 就未必需要在這個欠身的訴訟裡面講 正路是嗎 因為不關這件事 這件事是欠身的 沒錯 但是呢 又拿了出來講 將這件事 似地無銀地拿了出來 潘生 首先 現在跟潘生講講 如果潘生你現在才發現 我們在你Facebook拿這些資料出來 你現在刪除 是刪除不及的了 因為我已經刪除了 因為我已經刪除了 包括你過去這麼多天的直播 你每一次直播 我們全部都刪除了 還有我們四處刪除了 對呀 我們刪除了很多人 我怕別人忘記後 所以我們幫他們後 再傳給有關單位 所以你刪除也刪除不及的 這些東西是由你Facebook 好嗎 還有首先是 我自己有一份在電話 有一份在電腦 Dropbox有一份 我們公司的Google Drive有一份 我自己的Google Drive有一份 我自己的Google Drive有一份 真的怕死會遺漏 對 因為要招呼你 要招呼你 你這麼厲害 我讀一下 首先右手邊 你扮誰 要選角色 要選角色 導演你覺得我適合做誰 你這麼漂亮 這裡有四處 你是官 官 官 好 法官就是 官就是問中科已經移民了英國 而專程回港做證的證人 大家留意一下 答是誰 我 我就是那個 我就是那個移民了英國的證人 好 我們讀新聞之前 看看報道 好 先拿出來 因為他出來了 又不記得 這宗 沙中線吹哨姐 潘卓鴻公司 記得嗎 什麼事 被人追訴 被潘奇志 潘小文追她 OK 變身 但是看看人們可不可靠 好 什麼可不可靠 可不可信 剛才說有一個同事是不可信的 是的 提回我 是 剛才我們不是說過的 有一個同事呢 看到嗎 上面這行 經過仔細 申索人和被告公司 雙方的大量事實 作出爭議之後 裁判官表示 經過仔細考慮 裁判官是認為潘卓鴻 和另外一位公司的同事 是非誠實可靠的證人 反官申索人的證詞 是平靜自發 回答坦率 作公是可信的 即是官是相信 潘小文、潘奇志 是相信他的 就不相信這個 潘卓鴻加上他的同事 那麼我們現在看看 這一位 沒有被官相信的同事 在庭上 他到底說了什麼 口供詩 一起來看 那我 你是那位同事 我是那位同事 所以答就是那位同事 哦 官說 當時吵什麼 因為背景 其實呢 就 吵什麼 OK 我們已經知道了 他不就是說Jason 你記得他們說過什麼對話呢? 誇張著 以下這一句就是 那位同事說的 不值得相信的話 那位同事說 說Jason 不抬高價錢 接著Jason 就說 我不能 不做了 那所以 他就 不拿回 所以他就想拿回 設計費 接著KC KC 即是潘奇志 潘小文 接著 KC 就反咬他 就說 那你給我一百萬吧 這樣 嗯 官說 什麼 說多次 不好意思 你說多次 哦 我寫不切 不要緊 慢慢 Jason 就說 Jason 就 不是 他說Jason 不肯抬高價錢 對了 說他白癡 官繼續說 那跟著呢 然後Jason 就發脾氣 就說我不做了 官繼續回應 那繼續是 我只是拿回設計費 因為那些是我自己畫圖的錢 嗯 嗯 二十多萬 這樣吧 我記得 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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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麼多 然後KC就說 要爭拗 不知道他說什麼 你現在 你給我一百萬 這樣 那個 那個 那 浪子就這樣 大約 那官就說 那無端端 為什麼KC又要拿回一百萬呢 我不知道啊 這個就 好 好 那大家呢 看到這裡 繼續想回 這一張圖 是來自潘卓雄Facebook自己擺出來的 這個是他們的訴訟之間那個的法庭騰本 是他說的東西 他拿出來的東西 就是啊 好了 那現在 潘卓雄先生就有一個這樣的說法 他擺了騰本出來的 這些是法庭出給他的 那所以裡面呢 一定是法庭裡面講過的內容 那不如我們這個時間 反過來聽聽聽陳金儀怎麼說 這個潘說我什麼改億個億呢 就是胡說 是和尚叫他改億個億 與我都無關 我跟小文都沒有去談過這個問題 我們知道這件事 但是沒有說過 他就說是我說 我又不認識那個什麼太子女 他又沒見過他任何聯絡方式都沒有 怎麼會是我呢 那這件事呢 都會和楊律師說一次過 一次過告這個 一次過告這個姓潘的呢 就全部把這些細質都給楊律師 流露出他想說的話 第二個就是陳金儀一方他所說的說話 那他就說呢 自己是並沒有參與這個抬嫁 反而就是潘卓鴻先生 和動魂法師呢 去做這個抬嫁 並且他是不認識陳廷華基金會的任何人 或者是陳惠惠的 那陳金儀這個指控很嚴重的 他就是直接指控 是潘卓鴻有份抬嫁的 沒錯 那大家現在信哪一件事呢 我們信證據 一起看看好嗎 好 首先這裡有一張 又是剛才來自他們公司群的一個WhatsApp對話 是不是 那我先開出來看看 這裡的日子就來到2021年的1月17日 那繼續綠色對話 就是自己打出來對話 自己那一方呢 是潘小民來的 潘小民說 好有人說 有人說 馬上回答他先 金儀口說值得相信 我們現在是 沒錯 我們就是去檢查一下 金儀口說的東西 值不值得相信 我們都不相信金儀的 我們都要去理解一下金儀說的東西 我們都要去查一下 所以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繼續說下去 讓我說兩句 問題是 現在我們為了持平 那當然是每一個人都要說話 你無理由一個人說話你就會聽 就是你上到法庭的時候 這個控辯雙方 你都要拿出你的證供 那最後就是官和陪審團 去看看誰才是絕對事實 做一個裁決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人人的說法都要聽 我們不聽某一個 其實就是不公平 所以我這裡已經提出了兩個版本 現在開始Fact Check 大家看著 這個是說2021年在工作Group那裡 潘小文說 今天大和尚 即是動魂法師 原來約了陳廷華基金 基金會說 四千萬似乎很便宜 便宜到不合理 留意這個對話 好 大家記得是吧 基金會1月17號 約了陳廷華 好 Jason 即是潘卓鴻 那便回應 這樣 一般大盤和顧問公司 會賺盡的 我們成本去馬又不一樣 這個回應還是很 沒什麼 正派 很正常 正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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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1月17號 已經是當日 看到陳廷華基金 然後亦表達了陳廷華那邊 說四千萬似乎很便宜 那在我的解讀裏 就是原本潘卓鴻先生 這間公司 他們的工程所用的股價 這個股價 潘卓鴻先生 用了很多巧妙的詞語 即是我們不是違標 沒有招標 是不是一個報價 其實他是一個類似顧問的身份 去估算和設計整個項目 然後就被法師、陸胡晶社這一方採納了他的建議書之後 他是一個這樣的身份 但無論如何他就是會去評估那個價錢需要造價多少 我應該在這個認知裡面是沒有錯誤的 那麼現在以我們透過對話1月17號 應該是原本的股價、原本的測試是4000萬 這是完全新的資料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我們在說這件事是所有人都沒有說過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推斷原本這個工程的報價 應該是在4000萬附近的 然後潘小文那時候就告訴在這個工作群組裡面 就跟潘卓鴻說基金會說4000萬似乎太便宜了 便宜到不合理 那Jason潘卓鴻是覺得驚訝的 及後去到過了多少天 大約是過了三天的時間 三天的時間 我們雖然這裡沒有看到WhatsApp日子 但是大家留意這個檔案的名字 這個檔案那裡是2101-12110 1月20日 1月20日 即是三天之後 即是三天之後 就出了這個 這份叫什麼?正常的 叫做Master Estimation 那Master Estimation的意思就是一個評估 一個股算 你當是一個股價這樣 這個計算是潘卓鴻和Jason親手發出的 那個股價已經變成了6400多萬了 沒錯 那由我們原本估計4000多萬的報價 去到他聽到說基金會覺得很便宜 然後過了兩三天之後 他再報多一個價格出來 是6400多萬的這個價錢 請問這樣是不是台價? 以及根據你那個直播和不同的渠道 你都說到非常正義 當你接觸了陳廷華基金會之後 當對方在會上說到 你是需要不如要台價 那去配合太子女嘛 你說太子女嘛是不是? 我們就開一下太子女照片來看看 陳廷華基金會太子女 你在這個直播 3月14日都有直播 陳惠惠小姐 你說到說當時就拍台拍燈 會坐牢的很嚴重的 立刻拍台拍燈走的嘛 說自己 我們不會再參與這個項目的了 是嗎? 我們之前都讚 我們上兩集直播都讚你 潘卓鴻說你縮得快 正直 說你正直縮得快 是不是? 那現在就是什麼? 今天我收回這個言論了 你不是正直收得快 你有份啊 你是斷正斷得快 你現在斷正給我們啊 好 再來 我們看一看 我們還有資料的 關於這個台價的事件 如果你是當日已經拍台拍燈 我想請問 為什麼1月17日 你知道了這個消息之後 你會花三天時間 再去做一個master estimation 並且將價格大幅度提升到 由4000萬的造價 變成一個6400多萬的股算 為什麼幾日間可以差那麼遠 難道你草幾人的報價是暴漏了東西? 這麼不專業? 難道暴漏了2000多萬? 所以我的問題是 究竟我要怎麼解讀這個事情呢? 到底是你有參與台價? 還是潘卓雄先生 你這間公司是一點都不專業的呢? 有人叫你看看他那份6000多的東西 什麼時候呢?大佬B 看了 就是21年1月20日 我們有整條影片在這裡 我都跟你說了 我們有整條影片 我們看到一些 現在這裡展示不到的日子而已 但是我們在影片那裡展示到這些日子的 明白嗎? 就是你作為一間公司 你的最後版本是哪一天 你不是會打回那個日子嗎? 我一而再再而三 我再告訴你們 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截圖 是從一個完整的一個影片來的 我們是截圖那些影片出來的 剛剛好右邊這裡前後沒有了日子 都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個記號有寫到日子的 好 如果你覺得這個說法不信服的話 不要緊 我們繼續看WhatsApp的內容 1月17日 我們看到已經是跟陳廷華基金會接觸了 如果你說不是 20日不是 我看不到那個日子 1月23日 Jason 為什麼潘卓雄先生 你繼續在WhatsApp群組裡面 繼續貢獻 繼續關於一些工作上的 無論這個聽眾 你說什麼都好 你說什麼都好 回到剛才 4000萬那張 你說什麼都好 無論你說什麼都好 1月17日 報價4000萬 是基金會覺得 太便宜 Jason的反應 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好嗎? 你們自己研究 我們說資料而已 是嗎? 不要緊 我們繼續說其他 其實都預料了 潘卓雄那些粉絲走來 所以我才知道 你慢慢提出質疑 拿出質疑 拿出質疑 你也可以 你更冥環不寧 過潘先生 不要緊的 是啊 我們今天遺傳中口 又要遮掩電話 又要成 所以我們要出質疑 你說是AI 你說什麼都可以的 你說我AI又可以 我做出來又可以的 你說什麼都可以的 沒有所謂的 有需要就去警署 是啊 有什麼 你覺得我們今天是比磅的 請你報警 請你報警 抓我們 雙方就有爭議 是啊 你去做出任何法律的行動 我隨時 我和你潘先生一樣 我也不害怕 好啊 如果你覺得那個 潘先生不是很喜歡說什麼嗎 我很喜歡bullying人嗎 我不知道 我一定是bullying你 你其實潘先生 你懂不懂英文嗎 還有其實居士 你懂不懂 居士 你真的很愚蠢 教你 講一下題外話 講一下題外話 什麼叫做我很喜歡bullying人 你懂不懂英文嗎 潘先生 bullying人為什麼 什麼叫我很喜歡bullying人 還有居士 阿B 居士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都不是佛教 我都不是佛教徒 所以我初時 潘卓鴻先生 潘卓鴻 說到陳甘怡女士 又說自己是居士 然後 然後 我們就上網去研究一下 又問一下那些佛家的人 問一下他們 其實居士為什麼 是不是要銜售的 是不是要頒頓的 是不是有證書的 誰才能說是居士 原來 所有人都是居士 你也是少居士 我們是女居士 這個是對一個 族家人的禮貌稱呼 如果是五居士就不同了 就是真的有一些身份 壽界的居士就有分階層 但是如果我普普通通去叫你 邵居士 你又叫我 B居士 就沒事的 因為這個類似如果你是基督教的話 就是弟兄姊妹的意思 我是笨居士 笨居士 笨居士 那居士呢 就是沒有柴的 就是沒有任何的一個職位職級的 所以其實他只不過是一個禮貌的稱呼 跟大家說說 弟兄姊妹早晨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看他其實在這裡的認知 你都會看到 好 所以還有 有網問提醒我 有些YouTuber說 人格保證 人格保證 潘卓鴻 我這裡公開說 金家仁 有個YouTube頻道 金家仁 你說人格保證 潘卓鴻 你今天看完我們整集節目 我想問一下你 這麼多證據在這裡 你怎麼人格保證 潘卓鴻 你告訴我 他可能還沒看完 我下面還有很多 你繼續看下去 我開你的名字 金家仁 如果你對剛才那個 提高價格有質疑的話 我們看到了 由1月17日開始 有些人都說 居士是在家修行的 對 你任何人都可以在家修行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 可以通稱叫居士 你拍台拍椅子的 17日見到陳廷華 你要離開 那為什麼你20日又做事 22日又繼續個群組討論 你不是解散的 放棄這個項目了嗎 好 那23日你又發東西出來做什麼 這麼多東西參與 你不是完了嗎 你不是走了嗎 25日你又發東西出來做什麼 什麼事 從頭給大家看一次 導讀一次給你看 導讀 我怕你看不明白 21年1月17日 17日 就約了陳廷華基金 是啊 說4000萬很便宜 太便宜了 你也驚訝 你表示 你剛剛知道 剛剛應該是吧 是啊 然後驚訝完之後 你有行動 三天之後 你就發了一個6000多萬的報價 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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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 22日又繼續討論 1月22日 你繼續在群組裡 繼續在聊天 繼續工作 你說剛才不是你說的 現在23日又出來了 你知道什麼 一台假 什麼 立即拍台 什麼事情 但是你一直在群組裡 在聊天工作的事情 那這裡又發了那些泥頭 那些推車仔出來 那你沒有縮度 然後翠雲 翠雲是設計師來的 這個Taren 是 那他又做了一個鍵字 是啊 大家看日期了 2021年 打算1月26日又去演講了 是啊 那你走 你搞什麼演講表演呢 你什麼時候有縮度啊 請問你 都還沒做完 29日還在覆蓋 大家還在約人去荃灣開會 還在問別人這個 佛長 I see 不是要用紅色 這樣 那現在怎麼辦啊 那你走了沒有 17日說走了沒有 走了沒有 那最後離開那個群組 是潘小文離開 是 就不是潘卓鴻走了 沒錯 是啊 真的走了那個是潘小文 那我 那我 那怎麼算呢 潘卓鴻先生 我要運用我 是 看了二十幾年一號黃庭的對白來問你 潘卓鴻先生 我一直在起音樂 潘卓鴻先生 我想問你 究竟我要怎樣去解讀我現在眼前這兩個資料 1月17日的時候 基金會你約見了 基金會指四千萬似乎太便宜 便宜到不合理 然後你在二十號的時候 給出一個多達多了二千幾萬的估算出來 我想請問我要怎樣去解讀這件事呢 到底是你沒有一個專業的資格 連去正確準確估算的能力都沒有 還是你是台價呢 這個時候潘卓鴻如果想狡辯的話 潘先生你只是需要回答我 是還是不是 當他回答了 是 法官大人我沒問題了 多謝各位 多謝 你平時在家裏做甚麼 好了 又是時候 你平時是否對著鏡子也是這樣 又是時候了 我們又要呼籲一下 到著鏡子 洗澡的時候 我開著這張 跟大家說 還未來到今天的高潮 今天我分別說了佛像 你的高潮很遠 你的高潮 弄得都未到 很長 我們首先第一部分 講了藤本 去講述佛像的事情 是 基本上都可以說還了潘小民一個清白 沒錯 第二部分我們來到台價 一集要做這麼多事情很累 是第二部分 所以整天沒睡 沒錯 還了潘小民清白 然後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台價的事情 是 那我就不敢說誰是誰非了 是 證據都擺出來了 究竟有沒有人 在建議完基金會之後 立即退出項目 自己想 是啊 那第三件事 好 我就要準備說 骨灰暗 在我們說骨灰暗之前 大家讚好我們的影片了嗎 記得訂閱、分享 剛剛聽、剛剛看的朋友 記得訂閱、分享 建設性留言 CLS一定跑不掉 楊雲峰律師最喜歡說的 記得CLS 記得留言、訂閱、分享 和分享 好,謝謝你們 剛才700多讚好的時候 當我們經過呼籲 現在有1400讚好 多了一倍 做得好 做得好 咦?現在有3400位朋友 同時間看我們的直播 這個也都是 應該是破綜了我們 看我們直播的同時在線人數 最高了是嗎? 是嗎? 三千多讚 謝謝各位 那你今天穿得這麼漂亮 真的值得 是 其實我待會是要趕著去喝 其實我今天是要很早出動的 其實我有朋友婚禮 我要做姊妹 是 但是為了招呼大家 招呼潘先生 我就在這裡做這個直播 是 說一下要說的東西 我才完成了 好 大家準備好 我們來到終極一劇 好 大家看了 首先我們要看最重點那一部 Jason 潘卓雄先生 在這個WhatsApp對話裡面 說 改為骨灰位 什麼事? 為什麼突然間他有這樣的提議 這個是他自己提議出來的 又來了 又要看回他的Facebook帖 好嗎? 好啊 Facebook帖 他剛才首先就屈人 居士偷李嘉誠 看白欲罰 這個 即是他本身這裡有些內容就是 是誰偷走 是 他意旨也都在那個法庭騰本上 也是劍指 是 寬小文 好 然後又講台價這件事 是 是不是 那第三件事 想見骨灰音 都是他其中一個hashtag 是啊 既然你開出來說 我就和你一起說 是的 這一個截圖 也是來自潘小文 和潘卓雄 還有其餘的一些工程修緝的同事 一起的工作WhatsApp群裡面 那其實昨晚 本身我也是打算做一個簡單直播 準備簡單資料的時候 潘小文在晚上的時間 發送了這一張截圖給我 那為什麼會是現在這一刻才出現的呢 根據他的講解 因為已經是一段時間之前了 而且他也都和潘先生 完全是沒有這個聯絡 和任何的WhatsApp的關係的了 大部分的工作群組 其實他是全部都開啟了 直到最近 由於他需要去律師樓 由於他需要整合一些資料的時候 他才昨晚意外發現 他仍然可以看到這個工作群組 由頭到尾的資訊 嗯 所以他看到這個驚人的言論之後 他馬上發送給我 嗯 然後我們昨晚用了很多時間 有很多討論 那應該怎樣做 才可以讓大家看到最清晰的情況 因此 我們就是把這個骨杯位 這件事放在壓軸那裡了 這個我們也看看 本身呢 他其實是截圖這一張給我的 那就是他償了這個聯絡人 就是Jason潘卓雄 但是我們的意見就是 如果你用這個名字 輸入了他的名稱的話 其實是做不到什麼證明的 因為你可以儲存大佬B也可以 儲存邵子豐也可以 這個名字只要任你改 任何人都可以說 改為骨杯位這個字 大家慢慢進來 因為稍後我們慢慢講解了這個 頭半段 我亦都會有一個會應通的互動查案時間 我即將會將一些相關的連結 傳到留言區 給大家實時一起去查案 我現在勸喻 不要亂發訊息給我 叫我收聲 各位聽眾 你擔心我還擔心我 你不要訊息給我 叫我收聲 我不知道你們什麼動機 我怎麼知道你們是不是潘生派來的 你對我好也是這樣說 我不管 動機很可疑 其實如果再這樣的話 我就不再把我的電話公開給你們了 你擔心我還擔心我 我正在做節目 你叫我收聲是什麼意思呢? 嗯 好 那大家如果準備好的話 我們也看看剛剛說了 因為如果是這樣 其實證明不了什麼的緣故 所以我就請潘小文 把他的聯絡人 就先刪除了 這樣才可以顯示到一個電話號碼 好讓大家容易些去理解這件事 那我現在呢 即將會發出一條連結 就是現在大家看到的 大家看到是不是? 有一個的 大家看到你們的重點留言室 那個訊息那裡 應該是有這條連結在這裡 好了 那這個位置呢 你會看到 首先是由潘小文 他們和同事 說了一大堆這個安排 而這個時間呢 就是這個群組的盤估初開了 2020年的11月9日 剛才我們那些的 價格啊 或者改動啊 和工作呢 全部都是21年頭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比21年更加早的時間 很早的時間 潘小文先生已經是有提出 改為骨灰位這個字眼的了 那可能大家會說 會不會這句話 是指出以上的參考資料 有人將有些參考資料 改了做骨灰位 而已 他不是意思說想這個 鹿湖精舍改骨灰位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看看究竟他的意思是怎樣 那這裡再看看 是Jason的電話 好不好 那當我們呢 開了這條連結之後呢 其實我馬上就會看到一份 哦 原來Google就已經找到了 叫做關乎申請編號 YI-LWKS-3 而指作指示用途的 而以發展計劃的 概括發展規範 那是意思呢 就是一份政府的文件 它會將有些的location 例如你會見到最頂的申請編號 然後這個location 就是有了座標的 Lot724 Part in DD311 311 接著就是在一個大嶼山 江山像的一個 江山的一個地段 留意這個是311號 311號 好了 那我們不看那麼多的內容 直接看下面它那個 面積、比率 有什麼用途 如果是可以駐用 那如果非駐用 有什麼用途 可以在這個規範裡面 如果非駐用 有明確規定幾樣東西可以做 包括了這個 禮拜會堂 嗯 還有這個 看不到 老花 樓梯及通道 空間 包括儲物室 接著就是禮拜地點 那最後也是有骨灰鞍治所 也就是我們大家平常所說的骨灰鞍 好了 那我們在這裡看回 我們再看那個WhatsApp對話 那為什麼同事 潘小文發了一個連結的參考資料出來 Jason 你有這麼多東西可以發表 也都這一份文件 並沒有指明這個地段是做了什麼的 是啊 只是說有什麼的規範是可以做到用途 你為什麼不回答禮拜會堂 什麼都不說 為什麼不回答住用 不回答樓梯及通道空間 不回答禮拜地點 偏偏就是這麼精密地發覺到骨灰鞍 然後馬上即時就奇fil 這個是我所提出的質疑 好了 那我們繼續見WhatsApp 那我們就見到 eight 00., 這條幾連結 看到這個規劃 於是我們從規劃這份文件裡面 找到了這個地段 這個地段是lock 724 肝就是 camel 311 這些 我把这个地址试试拼击贴出来,给大家搜索一下 或者大家如果打字快的话,也可以看看这个地址究竟在哪里 大家打好吗? 当我们上网搜索了这个地址之后,就马上找到这个地方 大家看看这里 这个就是在Google里面,如果搜索以上的座标和地址,第一时间就会看到的一份Google搜索的第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申请的通知书,是一个私刑骨灰安置所指明的文书申请通告 这里就说了私刑骨灰安置所发牌的委员会已经收到以下的申请 骨灰安置所的名称叫做西来医院博湖 只包括2017年6月30日前已经售出的申位 这些骨灰安置所的地址在哪里? 尼岛、大嶼山、姜山、丈量药坟第三一 看不到 第三一一药 第七八二十四号部分 及比联的政府土地 这个是一个中文地址 也是刚才的坐标英文那里的一个中文版本 刚才叫大家记得三一一号 嗯,没错 首先我们透过在WhatsApp这里看到这条连续 连续里面就看到这个规划的发展规范书 然后透过发展规范书 我们知道他们所检查的 想查的就是这一片土地 这一片土地 现在是申请了这个骨灰 私营骨灰安置所的申请通告的 没错 好了,那我们就会想 哦,幸好 大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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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不是六湖精神 不是六湖,是,误会而已 是第二道来的 那别人说第二道骨灰安置所 没所谓了,别人可以第二道骨灰安置所 有关我们什么事呢? 潘三无事,潘三无事,是不是? 就是了 于是我们就搜索一下 究竟六湖精神的地段在哪里呢? 刚才记得刚才他们搜索的是三一一 这一份是什么资料呢? 这一份是陈金仪和动魂法师 在律师楼Draft的一份工程契约 那这个工程的文件和合同 就是说大嶼山、六湖精神 和佛传寺在21年的11月1日 就签订了这个工程合约 那这里我们会在透过合约的最顶头 现在看的有关的这一段 英文这个DD310LOT DD310LOT1 252253 这些我们上网搜索 咦?正正刚才那不是311? 原来是隔壁屋 是? 即是本身他们是 现在正在做一些关于陆湖精神 和佛传寺的研究 他们为了可以知道更多 究竟附近的土地有什么用途 以及现在的规范 或者是发展是去到哪里呢? 他们当然直接的做法 就是看一下附近的地区 附近秘连的土地有什么用途 那就可以更多的吸引 于是同事很聪明地 夹了这个参考资料 潘小文夹出来的 然后Jason 潘卓虹先生 你就真是 马上就会提议改为骨灰庵 抓到这个六湖 就立即会脱割了 你真是一个聪明商人 你立即知道什么事了 没错 然后我们就继续看了 我们看完这个 不如说一下陈金怡的说法 我们听一下陈金怡的说法 看完潘卓虹他们的WhatsApp Group 这个 真的 真的 应该你也知道 是你的功劳 翁女士说你的功劳 你找到那些坏人在做什么 是不是潘卓虹先生 直播又指控你 他今天也出了很多直播 不是 他又搞搞那些什么 其实他一早跟这个人 一早就跟这个和尚在一起 一早就跟这个和尚在一起 我很笨 我在前面做工修 他在后面 就是搞那些骨灰庵 搞那些陈廷华的金怡 是啊 陈廷华不是你介绍的吗 他说是潘卓虹先生 说陈廷华 陈慧维 就是太子女 是你介绍的 潘小雯和你介绍的 根本上他自己有和他谈判 屈我 是说我认识的 全部都是这样 找我来做替死鬼 哇这些人 推了到这里 真的要打把 真的要抓他们 打死他们 知道吗 我们这些外人 不知道 想着一定是关你事 以为是陈甘宜介绍 陈慧维过来做陈廷华基金 现在全部都是我 不过很快很快 用女士来说 喂 这样也可以 明天给你 将会水落石出 喂 问了这个 反正都是你刚才说 骨灰庵 不是你建议的吗 哪个建议的 当然不是我建议 我们从来都不会做这些事情 我两样东西不做 一个骨灰庵 一个叫做丁屋 很多钱的 我都不会捉 嗯 很多钱的 我没有这样的命 我命不够硬 那谁那么斗胆 提议 那么坏 那些提议的人 就不要冤我 是我提议 真的会有报应 他们这样做 就是提议的人 走来冤你的 对吗 对 而他们提议就是冤我的 搞臭我搞坏我 插红 触策 对吗 对 对 这个好吃的 喂来了 嗯 这个 再次是说 是陈金仪的说法 我亦都看了很多的WhatsApp的资料 看了一些政府文件 我得出的一个推断 这个是我的推断 潘长红先生当看了资料之后 他看到原来附近被连的一些土地 可以有一种这样的用途之后 可以这样发展 可以这样发展 他立即反射反应 他有一个这样的想法 就是可以改为骨灰位 即是捉到鹿 立即适脱角 这个其实只是能够说到 他当下一个在看完资料 约摸十分钟之后的一个反应 我并没有指出他是必定会有这个计划 必然是会发展这个计划 但是如果我们在看他的一个好像这个Facebook的说法 他有个指控就是想见骨灰银 那么这个hashtag 是有一种意图 好像想将这件事混咬 模糊 指控其他人 人家想见骨灰银 就不是他想见骨灰银 因为他在拆鸡棚 他觉得自己 他说雍正正在帮忙搭鸡棚 所有东西是他说的 所以这些骨灰银 他hashtag 只是想指控别人 没理由他把一个hashtag 在这里写说 想见骨灰银 是提醒我们 是他想见骨灰银的 没理由他会这样 所以我想说的是 虽然他未必未来 是继续实践他的计划 一定是要向骨灰银的方向 但是如果你说 你没有提出骨灰银 而一定是其他人的一个意图的话 那就不公道了 那这个就是我想说关于 骨灰银这一部分的说明 好了 那今天这个最大的藤本的三部曲 第一个关于佛像 第二关于台价 第三关于骨灰银 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那我也都是尝试用一个 就是中立的方法 多角度 大家都说了他的想法 来给大家判断 那所以呢 大家聪明一点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说的每一样东西 都是在展示一个证据出来给大家的 就是我们就不再接受 潘彩虹再说我们是什么 谋裂他 谋告他 如果他再说 其他人有份搭鸡排 我相信他的说法 我们也有 是不是 KOL 以及说我们收钱 收钱 什么 如果你有这样的指控 就麻烦你提出一个有效的证据 去说 为什么我们是有收收到利益 是不是 那你提出证据就可以了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整个节目 都是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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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证据 而且我们证据的证据 还要这么巧是 潘先生 你自己的Facebook 证据出来的证据 是 OK 去到你Facebook 希望你还没删除那个帖子 OK 那些证据你已经说完了 那我们好像 说了很多东西 都没有说到近日 那些什么 孙芝加斯 都没有说过 那我看看 是吧 那既然这段时间 你也经常开直播 昨天又特意走上大嶼山 行山 那我都回答了 你放心 你放心 万一你不见了 你昨天三条还是四条 那里我们全部都有下载的了 是啊 那你有什么不见了 想要一些影片做 即是留念 告诉我我就知道 我分享给你 昨天有些网友 有些听众很兴奋地 传他直播给我 就说他自己认了 认了 拿了那些孙芝加斯 他搬一下 那我觉得又不一定是那些 不过他又很有趣的 他带大家去看那个地方 即是其实 说别人的 即是多融融烂烂也好 那里不是六湖 那里不是接着要做工程的地方 这个其实是一个佛传纸 佛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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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陈金仪提供的 对吗 这些就是当初就是 六湖那边做了 对吗 然后就被法师 就觉得太漂亮了 做得太漂亮了 很难去籌到捐款 那这些就是 有一些证据看到 那时候做了是怎么样的 嗯 看多少 亦都是这样 那你信不信呢 这件事是我们照表出来的 你可以不信的 嗯 没错 那有些网友就问我们 为什么我们那些东西 不去下水印 就是不像水哥那样 下多些水印 避免被人偷 那我们其实是想 就是大家都有反而好一点的 就是我们都传了给很多 有需要 例如做直播的行家 那然后翁律师 他们又很慷慨我们 互通消息 那其实呢 我们的用意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YouTuber 一起去做呢 其实都是保我们的安全 其实呢 在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都说 我们想和翁小姐一起合作 一起开节目 嗯 那翁小姐就说 不用了 不用等我了 你们先开 那你们做到就做到 就快点做了去 那翁小姐说了一个点 我们很认同的 就是越多人说 其实就越安全 嗯 反而越少人说 才越危险 嗯 那因此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呼吁 我们是 我们节目内容所有的东西 是欢迎所有的人 去转载 以及你们自己 再去做一个节目 你再查到什么东西的话 根据我们的资料 再查到东西的话 有其他YouTuber 你不妨拿我们的资料去转载 嗯 我们那个方向 跟翁小姐一样 都是希望更加多人 去说这件事 多些人去讨论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呢 有人留言觉得很对 但凡有纳税的都关你事 没错 因为这个是公众利益问题 这个完全是有很大的公共性的 并不是一些私怨 我不喜欢这个 我要帮谁去这样做 那我们都是志在 大家都有这个资情权 还有 未来有这么多的一些慈善机构 会很容易去成立了 有很多宗教团体 还有其实有不少的一些 就是大嶼山的义工 都有跟我沟通过 大嶼山它是有很多旧的一些祖堂地的一些寺庙 有部分其实现在是没有人去打理的 好像荒废了这样的 所以其实我暗地里这样说 是一个大生意来的 没错 就是如果你到处都是这样去发展 这样去规划的话 那其实是将会是一个很大很大 涉及很巨大金额的一个 就是project来的 那所以大家是很有需要 要去知道多些 是啊 那其实去到今天 我们看到的所有资料 很明显 背后千丝万瘤 是吧 很大的集团 有一大班 很大班的既得利益者在后面 嗯 在做一些这样的事 嗯 而可能这些事是发生了 在香港这个社会发生了很多年 只是很多年来都没被人发掘 或者没被人踢爆过这样的样子 嗯 那其实我想问 你是接触陈金额 嗯 我问你了阿B 是 其实陈金额在整件事上 他在飾演一个什么角色 他为什么要踢爆动魂法师 他整件事 他想做什么呢 其实 嗯 我也有问过他的动机 嗯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他飾演出来 就有些奇怪的 嗯 是吧 那么他有说他的原因 那么第一 他其实本身都是一个功德主 功德主就是类似 他会捐钱 他会善信 嗯 他整天都会有一些慈善的东西 会帮佛子去做 因为他是一个很虔誠的佛教徒 那么所以其实在钱方面 他都很舍得这样去做的 嗯 甚至法师有这个工程出现的时候 其实他第一时间冲出来都很想去帮忙的 那么这个是他的说法 嗯 那么我会问 你会不会在当中有利益 你才这么划算呢 嗯 那么其实当然了 如果大家是可以给钱 例如法师那方 和陈金额那方 都可以顺利很多捐本的话 其实他们的成本是可以好好地控制的 嗯 就是有钱返回嘛 那你就不会说 只是自己给了几千万去做装修 嗯 但是呢 现在的情况就是 大家都记得 会杀出了一个蔡素玉 是的 那蔡素玉就把他们所有的工程拉停了 那他的说法就是 这个我们稍后再去整理一些确实的资料 再去说 这里我已经说了我那些有理由的那些 那些了 现在让我让我吹一下水 那么他就说到 其实一切都是发生在大嶼山的基金 保育基金批了之后 就开始发生这些事情了 嗯 那么这个大嶼山保育基金 本身是有十亿的拨本 打算是给这些慈善团体 以及佛子 去做一些重建 去保育大嶼山的 那大家都看到新闻 就是动宏法师那里 已经是获得 批了捐本 就是那个保育基金 有一千二百多万 就会是已经成功批了的了 嗯 好了 那这里呢 其实就是拿来 佛陆湖征舍 佛传子的工程 不过这个基金 就不是陈金仪去负责做申请的 嗯 那就是另外一方 就是 哪个出来 阻止陈金仪就是哪一方 那他们呢 就申请了这个基金 做一个代表方去申请基金 那当然就要用他们的工程团队 才可以实行这件事情 如果又有陈金仪 又有另外申请基金的 这个工程方 那就有两个了 那其实就符合不了 那个保育基金的条款了 因此他怎么都要踢走一方的了 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 陈金仪就会觉得 我无端端就被人踢走 那我又做了一定的事情在这儿 又放在这儿 所以他的条件就很不顺的 他都要有一个解决方法 是 要请人有个说法 难道真的就这样走了 就走了吗 那这个动机呢 是他的说法 是 不过我也很坦白地跟他说 其实来到今时今日呢 我听完呢 我是都 不是那么质疑的 是 是的 就是我都觉得是 言之都成理的 是 那这个不过只是我的立场 是 我不是劝大家都要去这样想 是 那所以呢 也都不等于我们不质疑的 陈金仪 他当然有东西是假的 就是例如他的博士 当然是假的 是 但是这里帮小文说一句话 小文有个留言 他说 我没有拿一百万 也都没有要求 是潘先生作出来的 嗯 老板叫我陪他弟弟潘杰鸿去开会 只是陪 报告会议内容 就是这样了 嗯 他就没有去拿的 就没有问过 提都没有提过一百万这件事的 那的确是 我想说给大家听 很多东西是潘卓鸿把口自己生安白做 说出来是没有任何证据的 很多事 很多事他都提不出证据的 麻烦 你相反看回我们今天的直播 就是 我们今天说的东西是有理有据 还有全部是你提供的理据 是的 还要是在你的帖子里面找出来的 你的帖子 你的帖子出来发言的理据 那就麻烦 今天如果看了我们这个 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直播的朋友 如果你们是支持潘卓鸿先生的 每天在看他的直播的 我麻烦你看完我的直播 你自己去有什么质疑的话 你再留言告诉我 或者你对潘先生有什么质疑的 你们去问一下他 如果潘卓鸿先生 如果你有看我们今天的直播的话 麻烦你回应 接着你又说 不会看我们的节目 又不会回应我们 你一定是这样说的 不要紧的 公众知道什么事就行了 是的 你跟公众交代 在这里呼吁各大YouTuber 求你们 求你们 继续跟进这件事 拿我们的视频 拿去继续讲 多些人讲 你有你的推测 你继续做下去 做多些推测 我们 听多些角度 多些人去讲 那我们就没事了 全世界都没事了 那现在我们又来发挥 我们台湾的精神了 怎样 猜一下 猜一下 玩一下 不用死的 请问大人哪一条大清律例 不让人猜一下 你有什么想猜 你有什么想猜 我想问你了 我又说完了 但现在阵营是这样的 潘昌红先生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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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小文 人格谋杀 对 对 陈金仪 我要播这条片 陈金仪 你首先第一件事 应该清除陈金仪 是不是 陈金仪的合约 和我上面 现在你看到的股价 你可否看当中 Apple to Apple去评比一下呢 有没有看到 我们对于紧急维修那几百万的开支 陈金仪的合约里面 是写了多少钱呢 如果她的合约乱拿钱的 可能蔡素玉就对了 真的去拆她当的 你如果大师找我帮忙 我出了黑社会 出了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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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我说的很直接的 赶你走 要打就打 很简单 阿sir 我没有做大佬很久了 你首先第一件事 应该清除陈金仪 是 是 陈金仪的合约 她说要清除陈金仪 清除陈金仪 又出动这些 首先她有队雍正晶小姐 又弄潘小民人格谋杀她 又要清除陈金仪 是 喂 其实我想 我真的想 要不要杀了 要不要杀了 邵子峰 强奸大佬B 我现在还没有在那些 恨人籍上 不好意思 我提了大家强奸你 不好意思 所以我就是想 請大家不要强奸大佬B 求求你们 你现在是一个 我是和佳燕姐 一样了 收了经 哈哈哈哈 那我是想问 大家不妨留言 去想想 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佳燕姐 可以做事馆 哈 我生得很够 但是我想大家 不妨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其实在 潘强雄 这个的 哇 你 要我猜 是吗 我想大家都猜 其实是 为什么 干什么事 要潑水 潑死这些人呢 其实你的角色 应该都是一个工程人 无论你是做那个设计规划 还是你直接拿过工程来做 那你的角色 你都只不过是做到单工作而已 雍正正 有些什么 或者潘小文 你有些什么要谋杀他 令到公众都不相信 潘小文说话才安乐呢 首先 搞定潘小文 我不用找钱 嗯 是吧 潘小文就一定要死的了 嗯 这件事 和潘小文在一个群组里面 和潘小文知道太多了 知道太多了 知道太多了 只有 潘小文 他只有 谁知道是搜到秘密呢 只有 又不是的 但是他当然不够姜去弄死他 所以人格谋杀他 如果 如果 如果潘小文的人格 任何人都不相信的 每个人都不相信潘小文说话 那潘小文就没有能力把潘强雄 那他其实一直在做这件事 就是 想堆死潘小文 但是他没有想过 潘小文 他又可以做直播 又越来越多 又越来越多 听众 大家不要这样 自己有个基础 我播放这条片不是这样的意思 Samsung 你又提了这件事是恐吓 Rex Yip 你又说要找OG反黑 Teky又说要找反黑 哎呀 我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意思 烟熙腩 烟熙腩 你不要提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真的不要再提反黑 ICAC 很危险 但是在这里呼吁 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集节目 忍不住 要打电话去举报的话 我求求你去做 不要等其他人去做 不要 一人小句 一人小句 先生不要打架 大事发小事发毛 所以呢 真的 每天好好过 不要再说是恐吓了 不要告他 感恩 不要 那好了 潘先生的动机 其实是很明显的 其他还有什么动机 例如 我说 他为什么要弄死翁正正 为什么要弄死翁正正 你猜 你猜 不如你猜 你猜 你猜 翁小姐还在什么 你猜一下 为什么要潑翁小姐污水 因为 因為這些人千惹萬惹,千萬不要惹阿翁淨淨 他這些人是不睡覺的 是啊 他這些人… 你現在不睡覺兩天你就感受到他不睡覺的情緒 他真的… 整天凌晨點幾他又有料到 是啊 他又不睡覺 又說我今晚還是早點睡覺 然後又去找些料出來 那就擺明這個人情緒病 有些問題 但是我很感受到 即是當我們一起破案的時候 我們昨天真的… 我們是隔著電話 但是如果我們並排這樣坐 我們一定是…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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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昨天是很興奮的 真的很想把這些東西整理好 我們一睡醒看到阿B的訊息 看到他那種興奮 是啊 他那種說 你這次還不斷症 是啊 這次你還不飽 這樣隔了幾個人這樣 隔山打岩 所以呢 雍正正這個人很危險 是 因為他會… 就是抽屍剝繭 不斷挖他又有法律知識 然後他又… 不是 因為這樣說 他錯隊翁小姐是很危險的 嗯 他這樣錯隊 嗯 是不是 這樣就很危險 因為你找一個… 你去隊一個打架師呢 你除非信心十足而已 嗯 是不是 你去隊一個打架師 說他搭牌 大哥 如果你手上不是很充足的資料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對不對 嗯 嗯 所以 看看 就是… 那麼陳金儀呢 陳金儀沒有… 清除了嗎 她那個字是什麼 清除… 清除了 又黑社會又成的嘛 清除黑頭 對 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意思 那為什麼要清除陳金儀呢 可能用… 可能用錯詞語而已 我給她一個機會 就是清潔陳金儀 清潔陳金儀 對啦 想跟陳金儀做個抓縫根 哈哈 泰國特產抓縫根 那我跟金儀說一聲 你跟金儀說一聲 我跟金儀說一聲 阿紅哥哥 阿潘呢 那個阿潘呢 跟大和尚呢 就看看如何找個龍根 鳳根 鳳根 是的 這樣 這樣 是的 那潘也很慈悲 潘也很慈悲 是的 潘也很慈悲 潘也是潘居士 潘也是潘居士 潘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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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其華公 是的 好 讀一下留言先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留言 是的 是的 好了 翁小姐留言說 現在殺了我都沒用 因為B女已經知道怎樣查我 然後要殺我 喂 原來翁小姐 你放在那裡 想人們殺我 是不是 放在那裡 下一個就當阿B 沒有理由的 我開過夜門警訊 夜門 你不要得罪這麼多宗教團體 你不要開口 尬特罪得罪宗教團體 好一點 就在街上追著那個和尚 他是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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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偽 他不是偽 他不是和尚 你現在是耶門 你是追著那些神父 追著那些牧師 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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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樣 是的 那還有怎樣? 謝謝你們今天所有的支持 所有的課金支持 那些超級貼紙那些 還有送了很多個會員出來 剛才我看到的 謝謝你 好像不是第一次送了 送了很多次了 是啊,Teky,Yanny經常送 經常都送會籍出來 謝謝你們 謝謝 今天我們直播就差不多了 在這個直播的過程中 也有些朋友有報料給我們 是的 我們先看看資料 我們下一集再跟進下去 最後也看了潘卓雄 其實值不值得信任 是甚麼?這裡也有東西看的 這個也是一個 你一邊做直播 你一邊可以查到新的東西 很厲害 本身我們認為這些東西 跟我們離天萬丈遠 其實各樣都有連結 在Google搜尋到 聽說翁小姐叫你讀法律 我就收皮了 但翁小姐她快要40歲了 現在才讀法律 遲不遲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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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翁小姐那時候是大約幾歲 都很大過才讀的 可能是的 很大過才讀的 他本身是做保險的 後來是維基華 因為保險他知道 很需要法律的知識 是多麼重要的 所以他就走去 應該都是Hong Kong New Space 是校友來的 那我就讀法律 然後再讀碩士博士 這樣 他都很有志 繼續去鑽研 我也很佩服他的毅力 因為我生了小孩 也很不容易 所以你可以聽一下 翁小姐的建議 有興趣 你就去讀法律 是另一宗案件 是另一宗案件 為了保障裡面 還有很多人名 我就沒有把這個事情 以及下面的人名 展示出來 我們當中會看幾項 包括202項 裡面會是很詳盡的 這裏就說 辯方第二證人潘卓雄 Jason 53歲 沒有定罪紀錄 導致法律碩士 本方為測量及工程管理 公司董事 證人確認他 已靠打羽毛球來改善頸椎問題 從而帶出有關案發 你笑人 我想試 與被告人的哥哥在一起 起時發生的事情 以及透過他與被告人相約打球 但後來告出的事情 潘先生在這些事項上 提供的供詞與被告人哥哥的供詞 完全吻合互相之前 會有任何漏洞 讚你 讚你 一模一樣 212就這樣說 但辯方證人的說法固有地不可能 本席拒絕接納是真相 他倆的說法一模一樣 本席不接受 他們倆都是說謊 拒絕接納 拒絕接納 最後214這一項 此外證人有關在弟弟被拘捕後 大約12天內跌爛電話 因而失去了兩人當晚通訊訊息紀錄的者說法 同樣地也太口合 被告人在11月18日晚上 因參加暴動罪被拘捕 他的哥哥必定希望協助被告人脫罪 被告人哥哥是大學畢業生 截至2019年 擁有約7年工作經驗 案發時是工料測量師 此外 辯方證人潘先生、潘昌雄先生 更是法律碩士兼本科測量及工程管理的公司董事 根據他們公辭 兩人關係密切 唯一合理推論是 兩人必定會 談及被告人無辜 被誤會為暴動者 並談及如何可以合法地協助被告人 被告人的哥哥必定會記得 與被告人通訊訊息的存在 並且理解兩人案發日通訊內容 可以是強而有力的開脫罪責證據 因此 證人、毅先生 說沒有備份的習慣 所以沒有備份及好好保存這些訊息的說法 實在有為常理 難以自信 本席拒絕接納為事實 喂 這裡看了一個判詞 然後再加上那個報道 你一邊讀一邊讀 每個人都叫翁小姐收你做徒弟 真的嗎 叫你去讀法律 又不是你們讀 你們當然是大聲 你知道讀法律應該要很大犧牲 這些有機會 翁小姐真的要現身說法 是這麼容易讀嗎 翁小姐說你去讀她支持你 她留意 怎樣支持 課金 可能她供你讀也未成功 不是吧 我是想說 剛才那個已經說了她是一個不誠實的證人 然後上新聞在第二宗的訴訟 又是不誠實不可靠 你怎麼搞 你往往上庭 上庭的 要宣誓的 每個法庭都說你不誠實 那你上法庭要宣誓 要掩著一本聖經去宣誓 你尚且不誠實 如果我的人不客觀 我只會聽法庭說 我就當你是壞人 那還有她上到法庭都要不誠實 你開直播還會誠實 是 你開直播也不用宣誓 開直播也不用宣誓 上法庭你都沒有說真話 你開直播又怎會說真話呢 還有你開直播也是這樣 拿著一盒東西 又不展示來看又不放大來看 就當是有證據 這集是我和吳彥祖的結婚證書 這集是我和吳彥祖的絕對離婚令 吳彥祖 我們算了 完了 不要再糾纏了 這一份是我和梁朝偉的絕對離婚令 算了 算了好不好 真是算了 不要再搞下去了 你還有一份二十年前和鄭浩嵐那份 鄭浩嵐 不是鄭浩嵐 不是鄭浩嵐 所以就是 你是拿出來說 Caps Screen好像我這樣 懂不懂 Caps Screen 放大它 很辛苦 我做這個直播很辛苦 你這樣 你這樣 你什麼都可以的 你用不需要和從龍子結婚 你跟藤原幾鄉的絕對離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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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維持好 不是吉澤明報嗎 維持好 如果不是 又要去拿絕對離婚令 都要幾十元 很慘 人家五十幾歲的人 被你的小妹在這裏 對著直播在這裏笑 真是顏面何全 真是很慘 什麼鄭君綿 真是救命 很棒 找人幫我們傳給潘卓虹 這集今集的節目 是完整地踢爆了 完完整整的 夠做的了 這一集 看完如果你還不明白的話 我跟你說對不起 翁小姐說可以供我讀書 好耶 好耶 陳館長 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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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開學 未第一個季節 我就已經變成了 這個青紅蘿蔔湯 你剛才 這樣 三米再說 跟翁小姐 去claim一些學費 等我 這個大佬B保育基金 大佬B保育基金 大家可以 隨時可以課金給我們的 至於你們課金給我的錢 最後會不會拿來 攻打大佬B讀書呢 這個我們容後再談 這個鑽石山紙的 鑽石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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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泰國油麻地的主持 我們的主持 是 那我們先claim一個 這個大角咀保育基金 是 是 好 那繼續 記得幫我們 like這個影片 是吧 那我們說了這麼久 記得幫我們share 是吧 應該這次這個是 很詳盡很詳盡的 很值得你去share 是吧 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吃這件事發生的 有證據 又有得笑 挺開心 記得要訂閱我們 泰國油麻地的頻道 還有要記得幫我search 去阿B的頻道 訂閱阿B的頻道 阿B近來也有出他自己的影片 是吧 不過被潘卓雄搞到很久沒有出化妝片 那些皮膚都差了 被潘卓雄搞到 我看一下他今天又搞不搞 我又要重複他 最壞的是你潘卓雄 還有你知不知道我聽到你的直播 很辛苦 那些三四次 我不行了 我半夜聽 老公又問 為什麼又出房 為什麼不睡覺 我快不是申請保育基金 我申請那些職業性失衷 然後出去又聽另一個男人 不斷說話 又大聲 又大聲 又不回房間睡 真的 誤會了整件事 是吧 希望大家幫我讚好這個影片 好嗎 記得訂閱 因為現在訂閱數 都是觀眾 有六成多都是未訂閱的 很希望你們訂閱 課金就隨你們心意 可以了 訂閱和分享 讚好影片 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好 差不多時間了 因為我已經夠時間 去做姐妹 不是 去報名讀書 塗鶴威龍 又去讀書 對 讀法律 對 多謝今天大家 所有人的支持 不逐個讀了 因為今天沒什麼空間 希望這個影片 幫到你們了解了整件事 好嗎 那我們繼續後續發展 因為其實陳金儀女士 也都很好 提供了很多不同的資料 但我要整理一下 我不想照單傳收 希望下一次直播 也不會令到你失望 那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好 拜拜